請同學翻到47頁 我們在上上週上課的時候 討論到關於社會主義 那麼其中我們先介紹的是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跟所謂的社會民主 尤其是所謂的德國開始發展的社會民主黨 那麼這個的一些內容 那麼當然我們說過 從馬克思提出所謂的社會主義的一些重要概念之後 其實分為兩個主要的發展 在馬克思死了之後 一個就是所謂的社會民主黨的走體制內的路線 另外就是以列寧為主的走革命式路線的共產主義 或者是所謂的革命式的社會主義 那麼當然我們知道呢 共產主義這個名稱事實上是從馬克思就提出來了 那麼他所提出來了共產這個黨的這個宣言 但事實上我們今天所說的共產主義 那麼主要還是從列寧之後 那麼採取革命路線 而他有在實際運作上也成功的在俄羅斯 這個發動了革命 並且建立第一個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國家 所以今天我們時常就是以所謂的列寧的共產主義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革命式的社會主義的發展 作為馬克思死後的一種所謂正統的一種發展 當然這也是列寧所自稱的 我們在上個禮拜呢 那時候呢談到 那麼這種走革命式的路線呢 以列寧為最主要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那麼當然他最具有代表性的書 那麼我們以前也介紹過的 就是1917年所出版的 所謂的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 這本書 那當然在這本書裡面呢 他非常清楚的來回應 那麼這個所謂的馬克思 那麼的這個理論 本身為什麼並沒有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出現 那麼等等的這些疑問 那麼當然這也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47頁的倒數第二段 這邊所談到的 imperialism 所謂的帝國主義 這是列寧所提出來的非常重要的一種概念 那麼各位看一下這個課本的內容 基本上呢 如同課本內容所說的 馬克思理論呢 主要是應用於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 他的這個靠著這個所謂的這個 資本主義運作的三個經濟法則 那麼逐漸會對於所謂的無產階級來進行剝削 無產階級生活越來越痛苦 你想要改變這種狀態 除非起而推翻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那麼但是呢列寧他當時在瑞士過了流亡的生活的17年的時間裡面呢 他重新的改造了馬克思主義來這個試圖適用於像是俄羅斯這樣子一種資本主義並不是那麼發達的國家 理論上我們剛才說過從馬克思的角度來解釋 資本主義當他發展的越成熟 也就是他走向自我毀滅的那一天 可是呢像是俄羅斯這樣子的基本上 相對而言資本主義不是那麼發達 並且還是以農業社會為主的國家 那列寧想到那邊領導革命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如何要推翻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社會 他又憑藉了什麼樣的一種理論基礎 所以這是列寧他後來提出資本主義這個 這本書裡面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理由 使他的所謂的領導的俄羅斯的革命 具有所謂理論上的一種正當性 那麼當然我們以前曾經提過 這邊我們稍微再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回顧 那麼基本上呢列寧他會認為 那麼當這個資本主義 發展到最高的階段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會引起這個國內的革命 但是呢之所以沒有 像英國這些國家沒有 主要就是因為他向外奪取了殖民地 奪取了一些這個出口 像我們以前所形容的像一個壓力鍋 他找到了壓力的出口 他發展成了帝國主義 他可以輸出廉價的工業產品 他可以進口更低廉的原料 來緩和國內革命的壓力 他甚至呢可以轉移剝削的對象 從國內的這個無產階級轉移到 對於所謂的這個殖民地的一個剝削 所以緩和了對於國內工人的一個剝削 甚至呢他可以用一些比較 非常少的一個代價來收買一些工會領袖 來改善一些表面上改善一些勞工的生活環境等等 來阻止了工人希望革命的這樣子的一種動機 所以說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必須要走向帝國主義 才可以避免馬克思所預言的國內革命的壓力 所以呢他是用這種方式來解釋 資本主義一定要發展成帝國主義 當然我們以前也說過 到了21世紀的今天 很多人認為 雖然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 他已經不需要走過去的這種 船尖炮利式的帝國主義 要佔領其他國家的殖民地 但是還是可以透過多國公司 透過這種跨國企業在國外 來進行剝削 對不對 國內本身勞工價格高 他轉移投資的對象 好到比較偏遠的國家去 好比較不良的這個環境 環保的這個條件等等 照樣可以來這個做一種剝削 然後把這些開發中國家的資源 不斷的輸入到開發國家 好這是所謂的新帝國主義的說法 好基本上這種脈絡邏輯是一樣的 那麼但是呢 列寧他進一步會認為 可是呢就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話 終究有一些不同的國家發展的速率不一樣 好這以前我們曾經說過 就是所謂的不平均發展法則 對不對 那麼有些國家發展的速度快 有些國家發展的速度慢 那有一些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 像日本 美國等等 他也需要向外面爭取殖民地 那麼當全世界的殖民地 大概都已經分配完畢了 他就必須向一些相對而言 發展的不是那麼快的國家 來進行殖民地的爭奪的戰爭 好這是我們以前所介紹 像日本跟俄國之間 好直接在中國東北 所引起的殖民地的爭奪 就可以視為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 跟一個逐漸沒落的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 而對於俄羅斯這些國家而言的話 好因為他們的發展 好不像是法國英國這些國家發展的那麼快 所以呢相對而言 他們可能在殖民地的爭奪上 在所謂的原料的進口上 就不可能像英國這些國家這麼的大量的 從國外進口廉價的原料 所以像俄羅斯這種經濟發展比較落後 相對而言比較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話 他就會造成那麼由於他沒有辦法 跟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競爭 所以呢他剝削的對象 好不可能像其他國家一樣 好剝削殖民地 所以他們並不能夠 這個對於國內的農人工人的生活 那麼不見得能夠像是英國這些國家一樣 有所改善 甚至什麼收買工會領袖 所以呢這些國家的農工階層 雖然不像英國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了 但是呢終究這些國家的農工階層的生活不能改善 反而會越來越痛苦 受到一些新興帝國主義國家 受到一些強大帝國主義的壓迫 所以使這些國家的農工生活 不但不能夠改善反而會越來越痛苦 好這是列寧來解釋 為什麼像俄羅斯這種國家 雖然不是一個頂級的 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國家 可是這些國家的 所謂的普羅大眾生活還是會很痛苦 那這樣的痛苦情況之下的話 你要改善這種結構 除非革命 來推翻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所以說這是列寧我們所說的 他用帝國主義這樣的概念 來詮釋並且來合理化正當化 他在俄羅斯所領導革命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論點 並且同時來解釋馬克思 他的預言並沒有成功的一些理由 當然我們說過也取得了 所謂的共產主義或者是 所謂的社會主義的一個正統的地位 那麼這是列寧本身一個 就這個理論的層次而言 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貢獻 而在其次的話 在其次的話 那麼各位也看到48頁的第二段 而列寧事實上呢對馬克思主義 另外一個很主要的一個貢獻是什麼呢 事實上列寧本身 他也是第一個 將所謂的馬克思主義 一個純粹本來只是一個 所謂的國內的經濟學理論 馬克思基本上只是一個 就所謂的國內的一個經濟學理論 就資本主義國家內部 為什麼會產生革命 資本主義為什麼會走向盡頭 這樣的一種經濟學理論 那麼很多學者認為呢 列寧是第一個把馬克思理論 從一個純粹的國內經濟理論 帶到國際關係的領域 帶到國際關係的領域 所以他是把所謂的 馬克思理論國際化 成為一種解釋國際關係的一個理論 我們剛才所說的就是 帝國主義的提出來 所以呢 馬克思他並沒有太多的琢磨 在國際關係的一個論點 可是列寧呢 把一個國內經濟學理論 來解釋資本主義這些國家 發展成了帝國主義 而國與國之間 爭奪了殖民地 發生了戰爭等等 甚至我們以前詮釋過 他來解釋 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會 會這樣的發生 所以呢 把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的 成為一個國際關係裡面的 重要理論 當然這樣的傳統 一直到今天還仍然存在 好 我們以前也說過 像是依賴理論 或者是說像是 現代世界體系理論 都是繼承了過去的 馬克思的這樣的一種 一種邏輯下來 在國際關係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些 這個 一些理論的探討 所以 列寧本身呢 他把一個純粹的一個 解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 一個理論呢 代制 在國際關係上 解釋 國與國之間 尤其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 那個時代的 國際關係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這個 理論 當然他也是把一個 純粹的一個 國內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 所謂無產階級 跟資本主義 這個資本家之間的鬥爭 代制到 國際關係的領域 就是一些 以開發國家 跟開發中國家的鬥爭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南北關係 或者說這個高度的資本主義國家 跟這種低度開發國家之間的這種 鬥爭的關係 那麼 所以 列寧本身的話 其實在國際關係上 把所謂的馬克思主義 國際化 他這方面呢 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貢獻 不管這是所謂正面或負面 但至少呢 他的這個 他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這個理論架構 事實上對於後代呢 其實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啟發的作用 而更 在其次呢 列寧本身 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他的帝國主義概念的提出 他把馬克思主義國際化之外 其實很多人認為 其實列寧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就是各位看到48頁的下面所說的 在下一段所說的 就是列寧本身的一個所謂對於 所謂的組織 組織的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貢獻 那麼也就是說呢 其實過去 我們以前也曾經說過 像是馬克思本身 他不是特別的重視 比如說政黨 或者是工會這些組織 他的希望用階級的概念 對階級對抗階級 甚至聯合全世界所有的無產階級起來 共同對抗資本家 所以列寧馬克思本身的話 是著重於這個階級 整個普羅大眾 整個無產階級之間的一種 一種 這個 串聯 可是 列寧卻是更實際的 他還是認為 一個政黨組織是很重要的 共產黨 從當然最早的這個 列寧所領導的這個 十月革命開始 那麼在俄羅斯 他發展出一個非常嚴密的 共產黨的組織 然後呢 當然這樣子組織的一個特色呢 事實上也是他從俄羅斯的革命經驗裡面所發展出來的 他所率領的這個黨 本來我們稱為叫做這個布爾瑟維克 一個小黨 那麼對抗當時的比較大的這個孟瑟維克的這個政黨 然後逐漸地用鬥爭的方式呢 逐漸地 這個 這個政黨來奪權 然後呢 率領這個政黨來進行革命 而取得了這政權 所以 列寧本身事實上 對於 後來的共產主義的發展 很重大的貢獻是 他對於所謂的這種 黨組織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運作的一個這個貢獻 好 比如說 那麼他所採取的 後來在俄羅斯所建立的 我們現在 也是他稱為叫列寧式的政黨 這個名稱可能各位也時常聽到 列寧式的政黨 那麼強調這個非常這個 對於黨員的效忠 吸納黨員經過層層的一個考核 然後以黨領政 那麼任何的政府組織 內部都有一個黨的這個 像共產黨現在還是一樣 黨書記 可能一個工廠裡面 這個黨的書記 比廠長更重要 一個省裡面 這個省委書記 比省長更重要 省委書記是一把手 省長只是二把手 等等 這種所謂的以黨領政 黨貫徹到所有的 這個政府組織內部 當然不只是政府組織 不只是民間組織都一樣 這種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種以黨領政 那麼這種民主集中制 那種黨的組織 黨員的考核等等 這種我們所說的 列寧式的政黨結構 後來也被認為是 那麼後來的俄羅斯 乃至於後來蘇聯成立之後 能夠維繫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 這個國家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當然我們也知道了後來 比如說中國國民黨 在中國大陸被共產黨所擊敗了 那麼來到台灣之後 中國國民黨就開始以敵人為師 所謂的以敵人為師 學習共產黨的長處 就是在黨的組織上 然後國民黨進行黨的改造 也效法這種所謂列寧式的政黨 所以長期以來呢 中國國民黨當時也是採取 這種列寧式政黨的路線 以黨領政 非常強調黨的組織 然後所有的我們知道 當時在戒嚴時 這個所謂的威權時期 所有的政府機構也罷 重要的機構也罷 裡面都有黨的組織 然後透過黨的組織來 這個實際的領導 整個這個政治的運作 那麼然後呢 從我們也知道 當時的國民黨的話 從小組 對不對到什麼區黨部 然後一層一層 那種層層結智 這種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運作等等 那後來1986呢 其實民進黨成立 在相當程度上 民進黨的黨組織 也是模仿國民黨而來的 所以你看他們兩個都非常像 這種所謂小組 然後到這個所謂的黨代表 然後黨代表大會 然後呢選出這個所謂的中常會 等等等等 民進黨也是完全一樣 中支委 中常委等等這種運作 基本上呢 我們常常說 國民黨是學習共產黨 由於是列寧式的這種政黨組織 其實民進黨相當程度上 跟國民黨也非常類似 所以在整個黨的組織運作上 那麼我們可以說過 列寧在20世紀初年 他對於所謂的共產黨的組織發展方面呢 也是具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貢獻 好我想呢 這是我們大致上對於課本內容呢 我們做一些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48頁的最後面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跳過去 因為這邊再進一步說明了 所謂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後面的一些分支 包含了比如說到了中國大陸之後的 所謂的毛澤東 毛思想 以及到了這個 東歐 那麼這個所謂的這個 南斯拉夫的這個狄托主義 毛澤東主義 狄托主義等等 那麼這些我想因為都已經成為歷史了 那麼這個部分同學有興趣的話 這一兩段 各位同學自行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在時間上 就把它跳過去不再進一步的介紹 所謂的毛澤東主義 或者是狄托主義的一些修正的一些版本 那麼接下來呢 同學們請看到49頁 我們要介紹下一個 這個所謂的意識形態方面 非常重要的一種意識形態 叫做民族主義或者是國族主義 那麼 我們接下來繼續探討的是nationalism 在我們國內呢 當然大部分都翻譯成所謂的民族主義 但是也有一些學者認為 國族主義是比較合適的 當然見仁見智有不同的翻譯方式 事實上如果你看到民族主義 或看到國族主義的話 基本上都是指的所謂的nationalism 那當然這個字呢 不是那麼適合翻譯 也實際上容易引起誤解 比如說nation這個字 那nation當然在某些場合 它現在來說的話是指的是國家 對不對 而在某些場合 當然要看前後文的脈絡 有些時候都指的是民族 不一定 那麼甚至像我們國際關係組 叫international 我們不會說這叫做什麼族 族際關係 不會這樣稱 所以那個時候international的nation 就是指的是國家 所以往往的這也是 就是容易引起毀搖的部分 那當然這跟它的最源頭 所謂nation state 所謂民族國家的起源 是有關係的 那以一個民族作為一個國家 所以民族跟國家 往往的可以說是大部分意義上是相同的 可是它嚴格區分上的話 我們在政治學裡面 我們時常是用nation這個字 所指的就是民族 那國家的話 我們稱為叫state 我們下一張馬上就要討論到state 就是國家一個比較正式的名稱 當然國家的名稱 也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對不對 nation country state 都可以叫國家 但是在政治學裡面 比較正式的認為一個 所謂的這個組織體 有正式的這種強制力的 一個這個 一群這個人員 機關的組合 這個叫我們叫state 可是state這個字呢 在美國又會引起誤解 因為美國所謂的州 也叫state 所以你看到這個state 對我們而言沒有問題 它就是國家 可是對美國而言 他們也要區分 這個地方到底是指國家還是州 所以這些概念 無論從nation到state 你都要看它在不同的用法上 它可能指涉的意義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也因為如此呢 我們看到nationalism這個字 事實上 我們在國內 有些學者會把它翻譯成 叫做民族主義 有些學者翻譯成叫做國族主義 但是目前用的 用民族主義的概念 這個名詞的翻譯 還是比較多一點 我們課文上 一開始就寫得非常有趣 各位不妨看一下這個文章 49頁的中間這一段所說的 這個 the real winner among ideologies 那麼就所謂的各種意識形態中間 真正的贏家 one that still dominate today is nationalism 這什麼意思 我們各種主義包含了 這麼影響力強大的共產主義在內 談了半天 可是書本他卻告訴我們 事實上呢 各種主義從今天來看 真正目前還在具有支配性地位的 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並且仍然是芳心慰愛 到了21世紀的今天 我們看到民族主義的影響 仍然是無所不在 仍然是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作者把它稱為 他是個real winner among ideologies 那麼 那什麼叫民族主義呢 課本這邊也給我們一個非常簡單 可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定義 課本這邊所指的民族主義是什麼 the exaggerate belief in the greatness and the unity of one's country 這就是民族主義的定義 exaggerate就是所謂的 比較誇大的 誇大其詞的 就是說 隨民族主義呢 就是對於一個國家 國家的一個偉大 我們這國家如何偉大 或者說這個民族如何偉大的 一種誇大的一種信念 就是我們相信 只有我們這個日耳曼人 我們猶太人 我們這個華人 才是最棒的 我們全世界最棒的民族等等 就是對於自己本身的民族或國家而言 一種所謂的這種 誇大的一種 這個 或是說這種 信念 對於國家的偉大 或者是國家的統一 一種非常誇大的信念 而 這樣子的一種信念呢 往往是 來自於 所謂的 受到國外的佔領 或壓迫而產生的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往往都是因為 你有 敵人 受到 別的國家曾經 侵佔過 別的國家的一種威脅 因為要對抗 來自於其他國家的威脅 或者是侵佔 而產生的一種反抗的一種心態 而這種反抗心態成為一個全國一致的一種心理 我們就把它稱為一種叫做民族主義 所以當然 你從這個概念來看的話 很有趣 就是對於一個國家的一種整合統一 或者一個國家多麼偉大的一種 這種非常這種誇大的信念 這邊所指涉的 事實上並不包含什麼 並不包含它的種族 它是不是同一個種族 事實上不是絕對的必要條件 我們從最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就是我們時常說民族主義 就是當時從這個中古世紀 從文藝復興時期 為了在這個羅馬天主教 庭的影響力逐漸下降之後 很多的君主 為了要統一國家 就是以民族作為號召 同一個民族應該建立同一個國家 法蘭西民族 我們要成立一個法蘭西的國家 日耳曼民族 要成立日耳曼自己的國家等等 是來自於同一個民族 我們等一下介紹 叫做Nation State 民族國家 它最早的確是 認為同一個民族 應該有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個領域 一個疆界 可是到了今天 尤其21世紀的今天 你會發現 所謂的民族主義 它不見得是以同一個民族 甚至種族為一個必要的條件 它可能需要 但是不見得唯一 反而是什麼 反而會跟很多其他因素有關 當然按照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 叫做Anderson 它的想像的共同體的一個描述 它認為民族主義本身 那麼民族國家呢 它都是一種 它都是一種所謂 政治性的想像共同體 它是想像出來的 那比較重要的核心的概念是什麼 是透過意識形態 透過情感 透過共同的記憶來形成的 你們有共同的記憶 你們有共同的歷史 你們有共同的情感 甚至有共同的意識形態 這些才是形成民族主義的 比較重要的因素 那麼至於所謂的語言 地理 甚至種族 都不見得是那麼重要 當然它有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有可能是沒有的 它只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當然Anderson的概念 也引起了學術界 不見得完全一致的觀點 很多的辯論 但是可以提供各位做個私 我把政治書寫在黑板上好了 很好! 好嗎? 好嗎? 谢谢大家 這是這個Benedet Anderson 1983年非常有名的一本書 我們中文也有翻譯嘛 我們一個學弟吳瑞遠翻的 各位的學長 想像的共同體1983年初的 那麼全民就是所謂的這個 對於民族主義的起源跟發展的一個反思 那麼當然我們說過他的書 其實這20多年來 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討論跟爭議 但是無論如何 他的觀點其實值得我們思考的 那麼他剛才我們說過 無論一個所謂民族 或者是國家而言的話 他認為就是一個所謂政治性的想像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往往是 透過想像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產物 透過想像而成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產物 那麼他是透過意識形態 透過情感跟記憶 那麼當然也可能包含了 有共同的語言 這個地理的這個相近性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種族的 這個相同等等所產生的 但是這些很多因素呢 並不是絕對的條件 不絕對的條件 那麼共同的意識形態 情感跟記憶呢 或許是比較重要的一些 這個 要素 那麼 為什麼我們會把民族主義呢 認為是一種 所謂一種 由想像而產生的特殊的文化產物 我們舉個例子 當然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 好 當然 我們等一下談的 各位也可能贊成 也可能不贊成了 好 當然看各位的不同 但是可以讓各位思考一下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概念 叫做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 它是不是一個想像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一個民族叫中華民族 當然按照 所謂的一些革命者的說法 中華民族包含了什麼 漢滿門回藏對不對 全部融合成一個偉大的民族 可是你去摸摸那些藏人 誰跟你中華民族啊 那是你們漢人把我們 印加進來的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跟你在一起 對不對 回到就現在伊斯蘭 像新疆那邊的威吾爾族等等 對不對 當然為了所謂國家統一的需要 把所謂的漢滿門回藏 全部統稱叫做中華民族的概念 作為國家統一的一個需要 這基本上是為政治而 創造出來的概念 可是中華民族真的存在嗎 它存在的其實也是很晚近的時間而已 就是這100年的時間 可是呢 我們說這個東西就是 但是不斷的透過什麼 透過教育 透過各種這種強勢的傳播力量 然後逐漸逐漸塑造出 似乎有一個叫做中華民族的民族 然後為了這個民族 我們可以犧牲個人對不對 放棄所有的融入 都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 對不對 我們中國人的偉大而奮鬥 它是最高的價值 它是至高無上 我們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中華民族的統一對不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可是事實上 或許有一些人 當然說各位不見得一定要同意 或許可能只是我們該所說的 它是一種想像出來的 可能為了某些特殊的政治目的而存在的一種 所謂的特殊的一種文化產物 當然也可能是這個政治產物而已 所以民族到底是什麼 我們說如果一個所謂的民族 所謂的中華民族可以包含了漢滿門回藏 這種回教或者是藏人 跟你完全不同的歷史淵源 完全不同的文字語言 都可以被統一在一個所謂的中華民族之下 那到底什麼叫民族 而民族真的只能夠進化 從同一個語言文化的一個種族嗎 這似乎又太狹隘了對不對 好比如說我們在台灣最近 因為我們最近台灣其實這幾年來 所謂的民族主義的這個概念 在台灣也是蠻熱烈的 當然我們所強調的就是所謂台灣人嘛對不對 一切都愛台灣 愛台灣是最高的價值 你看那些奧運會的選手對不對 幾十年的不是一二十年的奮鬥 帶來奧運能夠揚美吐氣的 他絕對不是說我個人成就多偉大 第一句話一定要強調 這一切都是為了台灣 甚至我一直要弄一弄 這何必呢 當然我可能太個人主義了對不對 當然是自己的榮耀為主啦對不對 可是一切都是為了讓我們台灣 能夠發光發熱 讓台灣能夠讓全世界看到 我每個人聽了都熱血沸騰 對不對都是台灣 一切為了台灣 台灣就是我母親的名字 每天都談這些 每天都談這些 當然我沒有說是對跟錯了 只是說你可以看到這種現象 台灣其實這幾年 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 或是像以前許信良起的一本書叫做 新興民族對不對 可是在台灣談民族主義 談台灣人的話也會非常的慎重跟小心 什麼叫台灣人 難道只是指著 所謂的閩南的人而言嗎 那客家人要抗議 原住民抗議 原住民是我比你們還早來 為什麼我不是台灣人 所以你怎麼樣詮釋 後來說什麼原住民 什麼新住民 都要包含在內對不對 連這個從其他國家移民進來 你只要認同台灣這塊土地 就是台灣人 所以你看看對於台灣人的定義 它也不見是以單一種族 或是同一個時間來的人為主 它也會經過很多的辯論之後呢 它的概念事實上是 還是值得我們來思考 所以到底什麼叫 同一個民族 同一個種族 而這種純粹的種族主義 所創造出來的民族主義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更大的 更大的排他性 當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納粹時期 對不對 民族 種族進化 所有的猶太人 可能會比 威脅到 日而馬列生存空間的 全部都要殺掉 那這樣的就是 這種非常可怕的發展 所以對於民族主義 對於我們政治學而言 它是很重要的東西 可是我們必須要對它 非常介慎 恐懼 當然更常見到的是說 許多的政客 許多的政治人物 是利用民族主義 來謀取政治利益的 所以對於民族主義 當然它值得深思 但是它本身 也可以看到 所以這邊 提的其實蠻值得我們深思的 它到目前為止 當然不只是台灣啦 不只是華人 或者說中國大陸 或怎麼樣 全世界都一樣 它是現在所謂意識形態裡面 一個real winner 它是真正的贏家 美國也很難逃脫啊 當然我們更看到很多 全世界各個國家 現在這種所謂的 民族主義的這種 這種聲勢 還是非常的高漲 所以那麼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這個 文字的這個說明 所以很有趣的現象是 我們看到第一段 最後面所談到的 包含美國在內 我們說過民族主義 常常戰勝 甚至影響到其他的意識形態 即使是在美國 保守主義也時常跟民族主義結合 他們把它稱為叫做 這個 patriotism 叫做愛國主義 美國人的話很喜歡談愛國主義 可是事實上所謂的愛國主義的話 它就是一種 某一種形態的民族主義 美國人最最偉大 美國人光榮等等 它是所謂的一種 尤其是 共和黨 保守黨 比較保守的心態 最容易談到這個東西 那當然像現在的 所謂的 極端性的 像茶黨 也很喜歡談那種patriotism 這種所謂的愛國 愛國心對不對 然後美國人 這個全世界是武力最強大的 絕對不容許任何的 國家干涉到美國的利益等等 所以 事實上呢 在美國食堂提到的 這個patriotism的話也是 就是往往就是 那種保守主義 跟民族主義的一種結合 那當然它是比較溫和性的東西 那麼 而在 這個中國 這邊 講的也 蠻有趣的 中國的話我們可以看看 Nationalism was always more important than communism 雖然 共產黨統治了中國半個多世紀 可是呢 這邊卻指出來 在中國 事實上 民族主義 永遠比共產主義重要 當然 新年談共產主義 完全幾乎已經不存在了 好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可是呢 中國到了今天 所謂的民族主義 還是非常的興盛 還是非常的興盛 那麼 我們看看最近 比如說 對於釣魚台事件 對於南海的一些問題等等 甚至過去 反美的一些情況 對於台灣問題的觀點等等 其實民族主義 在中國大陸 它或許是由官方 逐漸推波助瀾形成的 可是反過來 全民具有這樣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民族主義的概念 它也會 限制了或約束了 政府的一些作為 任何政府 你說對台灣問題 它絕對不敢放鬆嘛 因為一旦放鬆的話 它可能在中國歷史上 留下罵名 對不對 這個不顧 國家統一大業 對這還得了 任何一個領導人 那麼都不敢 在台灣問題上鬆口 所以 或許 在中國大陸民族主義 這幾十年來 是由中國 政府 所一路 推波助來形成的 可是反過來 其實它也嚴格的 限制到了中國政府 在很多外交 在很多問題解決上 可行的一種 一種策略 它是一種 兩面刃 一種關係 那麼 民族主義 從何而來 好 如同剛才我們所說的 the first step of nationalism 其實呢 所謂民族主義的 最早的總之 是起源於 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的 當時的 歐洲的一些君主 我們說過 那時候 文藝復興 中古世紀的時候 當這個教皇 羅馬天主教的勢力呢 逐漸開始在衰弱的時候 許多的君主 那麼為了要奪取 更多的權利 那麼他們開始來 來 推動或倡導 好 那麼 這個所謂的 我們所 剛才所說的 nation state 民族國家 那麼 民族國家的概念就是說 同一個民族 我們所說的 法蘭西民族 日耳曼民族 或者是意大利人 自己的民族 要形成一個國家 當然就是君主本身 希望呢 能夠跟教皇 來奪取權利 那麼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發現 在歐洲的歷史上 我們談所謂的這個 nation state 跟談所謂的 sovereign state 幾乎是同時開動的 同時起源的 就是所謂的主權國家 跟所謂的民族國家 在歐洲的歐洲的歐洲 那麼我們說過呢 在中古世紀呢 那麼 當 許多的一些君主 逐漸逐漸的希望呢 能夠來擴大他們的僵域 那麼 能夠爭取更多的權利 所以逐漸逐漸的 隨著民族國家的概念興起了 像法蘭西人 整個的法國地區 都是法蘭西人活動的僵域 對不對 這是他們的自然疆界 然後呢 逐漸逐漸國王 統治這塊地區 更強大的力量統治 那麼 民族國家跟所謂的主權國家 的概念 逐漸興起之後 當然後來也還發生了一個 30年的宗教戰爭嘛 這個 舊教跟新教之間 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間 這些不同的國家 這些 這些君主打了30年 終於呢 到了1648年 我們實際上說的 就西方國家的觀點 以後各位讀國際 或者已經讀了 國際關係 往往 現代國家開始 就從1648年開始 對不對 我們實際上說 現代國家的起源 就1648年 當30年宗教戰爭結束完之後 當時歐洲國家 歐洲國家 那麼 為了30年戰爭結束之後的一個 國際秩序的安排 召開了一個叫做西伐利亞 或者說 Westfalia的一個 我們稱為叫做 The Congress of Westfalia 西伐利亞和會 那 西伐利亞和會呢 也是被視為近代的 我們所說的 國際關係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典範 它是一個所謂的 多國會議 我們現在 透過今天講到多少 就是 各國之間的高峰會 各國的君主來參加 那 當時也創下很多外交的慣例 我們說 現代外交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嘛 很多外交的一些重要慣例 從那時候開始 舉例來說 那時候我記得看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為了要召開這個Congress of Westfalia 那麼 這個所謂的西伐利亞和會 各國之間 因為大家都爭嘛 這個 害怕被人家比下去啦 你說 某些國家國王 開會的時候 某些國家要先進去 某些國家後進去 那像我們中國人都讓人讓去 你先請 你先請 對不對 那是禮讓啦 可是在顧及國家顏面的時候 誰要走在前面 誰要走在後面 那坐的桌子怎麼坐 誰要坐主位 誰要坐比較次要的位置 那各國為了自己的國家的顏面 都不肯退讓 所以從西伐利亞和會也開 我們說那是第一次開創的 所謂的多國協商會議 然後呢 也是近代的所謂的外交 很多外交的起源 然後西伐利亞和會也創下很多慣例 好這些慣例其實到了現在 對我們的外交還有很大的影響 比如說那時候西伐利亞和會 為了要安排 後來這麼多的國家的國王 你怎麼樣進入會場 就討論了好久 吵了半天 那後來怎麼辦 後來呢 就特別為這個會議 蓋了一個圓形的會議室 然後呢 很多門 所有的國王同時 從不同的門同時走進去 才沒有所謂尊卑或大小之分嘛 對不對 然後開會的時候坐圓桌 所有人都是不分 不分就是祖蟲子等等 所以那時候都從西伐利亞和會開始 當然我們說過 其實現在很多的外交禮儀是蠻重要的 還有各位也會學到 好舉例來說 我們像奧運會 奧運會 哪些國家先進場 哪些國家後進場 那現在就是用什麼 奧運會的這個模式就是用ABCD嘛 用ABCD的模式有沒有 從A的國家先排擠 所以你們是看奧運轉播的時候 那個各國什麼會議進場 一開始一定是什麼 阿根廷啊 亞美尼亞這些國家 對不對 那星巴威 Z開頭一定是最後面嘛 那介紹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 我們對岸要在China C是排滿前面的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Chinese Taipei 那是不是要跟在China後面 China先走進來 後面跟一個小小的隊友 叫Chinese Taipei 我們好像他的跟班一樣 那我們當然不願意啊 所以各位注意到沒有 我們的中文名稱叫 全名叫Chinese Taipei 我們的縮寫是什麼 TPE 有沒有 我們只強調Taipei 那說Taipei 那我們不是變成一個城市了 可能沒有關係 為了不要跟中國在一起 所以我們用T 我們是用T掛頭的 所以你看到 以下下次你注意到 每次奧運會進場的話 我們是在T的那個字母進來的 跟中國大陸拉得遠遠的 我們絕對不是跟在China 後面跟得進來的 你說那民間運動會嘛 還注意這個 那當然啦對不對 奧運會是什麼 就是各國的廝殺啊 只是把各國的廝殺 化為運動的競技而已 那都是代表國家的顏面 國家的主權 你看我們獎金給了多少 可是沒有人拿到就是 那麼 但是呢 你看 你會發現 就是我們按照字母 那另外有一些因素啦 比如說 可能外加的場合 比如說 住一個國家的 各國的使節團 每次那個國家有國慶啊 新的總統就職啊 重要的是 慶典的時候 各國的外交使節團要敬賀對不對 那使節團 那怎麼排名 比如說 像美國跟一百多個國家都有建交 美國總統新就任的時候 歐巴馬 明年一月要就任新的總統 各國使節在白宮那邊 都要到場祝賀嘛 或者說其他國家也要派遣各種 那怎麼排名 其實像這種都是在外交 都有一些慣例的 舉例來說 各國的駐地的使節團 都是以年資 就是看這個大使住的時間 當你這個大使是這個最資深的 你住在這當地國你住了十年 所有的各國大使裡面你是最資深的 你就當什麼使節團的團長 有沒有 由他來帶領所有其他國家的邦交國 可是那些邦交國彼此之間可能有戰爭 有沒有 彼此之間可能是仇視的 但是在那個國家為了外交利益 他們有可能還是能夠相敬如賓等等 那當然就是最資深的那個 住在國的大使 擔任使節團的團長 可是這個東西也會有一些微妙的情況 我舉個我在念書的時候的一個經驗 比如說在當時 中華民國跟大韓民國 就現在南韓 還有外交關係的時候 當時我們駐韓大使叫做薛玉琪 可是韓國那時候已經跟中國大陸 已經沒來演去了 希望跟他建交等等等等 但是我們還跟我們有外交關係 而當我們的薛玉琪大使 逐漸逐漸的在南韓 快要成為南韓所有的外交 駐當地的外交使節團的 最資深的大使的時候 南韓就暗示台灣把他換回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南韓不希望任何的場合裡面 是由中華民國的大使 擔任使節團團長 這樣可能會得罪中共 所以呢當薛玉琪在當地住了很久了 快要成為使節團團長的時候呢 就被調回來了 我就派個新的去 新的去當然就是派到最後去了 這都是外交上很微妙的一些東西 因為南韓那時候 就是不希望你看到中華民國 在每次的重要慶典的時候 你是做第一個 你是派第一個 這都是小地方 各位不要因此討厭韓國 那麼都一樣 所以其實外交上很多奇怪的東西 好我們回到這邊所說的 那 從1648年 我們說過現代國家的起源 所有的我們很多的外交的 重要的一些事情 然後所謂主權國家的概念 都是從那邊 從那時候開始嘛 好 所以這幾乎每一次考試 都會考這個東西 1648年 這個西伐利亞合會 以後建立的 西伐利亞條約 那西伐利亞條約 當然這個字呢 那麼我記得高中課本很多都提到 然後有些課本是用 各位注意一下 用威斯伐利亞treaty 有些用什麼威斯伐利亞peace 好用不同的字 那都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就叫條約就是了 它是一個當時歐洲國家的 就是多國共同簽訂的條約 當然在那條約裡面 很重要的是就是 確立了各國的國王 真正的取得了統治 他們的轄區之內最高的主權 好過去的話最高主權 象徵的是羅馬天主教會的教皇 對不對 教皇那是最高的主權 國王本身並不具有最高的主權 而西伐利亞條約之後呢 開始 那麼我們所說的 主權國家的概念興起了 國王真正取得最高主權 他可以獨自的來處理 國內的一些事物 比如說包含了徵稅等等 他都可以完全的可以來決定 那當然當時是君主制 國王就代表 就是國家最高主權 當然這個國王同時 我們也說 也說了好像同一個民族的 這個 所建立國家的一個最高的一個統治者 所以當時的民族國家 主權國家的概念 幾乎是同時開始 這個出現的 但是當時請注意 並沒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我們稱為 Nationalism這個字 並沒有所謂民族主義這個概念 我們只是說民族國家 從這個所謂中古世代 從這個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 從中古時代開始呢 所謂的這個 民族國家的概念呢 興起了 所謂的絕對的王權 跟國家的統一跟強大的是把它 這個連在一起的 但是各位看一下這一段 第三行的 這個是叫Nationality 叫所謂的民族性 所謂民族性 當然 當時是跟我們剛才所說的 Sovereignty 跟主權 是同時而生的 但是當時我們只能說 那時候只是 有個概念就是 同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 這個稱呼叫Nationality 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是伴隨著 Sovereignty 主權而生的 但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就是從法國大革命之後才開始的 其實並不算太晚 那麼 並不算這個太久的時間 18世紀之後才開始的 那關於真正的民族主義 跟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在家裡探討 好 我們同學們請翻到49頁 我們在上一節課呢 開始介紹了所謂的民族國家的這個起源 跟這個發展 那麼我們剛才說過的民族國家事實上 跟所謂的主權國家的概念 幾乎是同時興起的 那當然跟所謂的這個君主 他為了能夠來擴大他的權力 也有一些這個關聯性 但是呢我們今天所談到的Nationalism 所謂的這種民族主義 那麼各位看一下49頁倒數第二段的 第三行這邊所說到的 那麼基本上呢 他應該是從法國大革命之後 才開始出現的 那麼 當時呢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法國大革命之後呢 事實上呢法國的一些法國人呢 都會比較有點自傲啦 就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他們所這個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 也能夠散佈於歐洲其他國家 那麼他們的所追求的這些價值 顯然比其他的歐洲人來的更為這個優越等等 所以事實上呢是從那個時候的法國大革命之後的 法國所謂的我們現在比較接近現在意義的民族主義的概念呢 才逐漸的這個興起 尤其是後來這個課本上面提到1792年的普法戰爭 那麼普魯斯跟法國我們知道他們兩個國家之間打了好幾次的這個戰爭 那這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 更是導致了雙方其實這種所謂的這個民族主義的高漲 我還記得我小學還讀過一本一篇課文吧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讀過什麼最後一幅畫還是最後一堂課什麼之類 最後一堂課啊 OK 好不是敘述的什麼亞爾薩斯洛里 有沒有即將歌讓啊什麼什麼等等 反正就是其實 你可以發現我們台灣的課本也是充滿了各種各樣這樣的課本 利用教育來灌輸隨民族主義愛國心的這些概念等等 所以那麼尤其是我們這邊提到1792年的普法戰爭之後呢 當時法國把這邊提到的馬賽進行曲來作為法國的國歌 那更是進一步的激化所謂的民族主義的這樣子的一種這個 這個集體的這樣子的一種心態 那麼當然後來拿破崙成為法國的皇帝 那麼開始呢四處的征戰 佔領了許許多多的歐洲的這些這個國家 那麼當然他也一方面呢也散佈了許許多多民族主義的概念 強大的法國對不對 然後呢到處征戰等等啊 這個征服了其他國家 可是相對的雖然法國民族主義高漲 可是那些被他所侵略的國家 被他所佔領的國家 相對的也會激起同仇敵看 也會激起他們自己本身的民族主義來對抗法國 以這個來作為號召這個其他的一些國家 奧地利啊這個普魯士啊 英國啊俄羅斯啊等等 相對的也會來用民族主義作為號召他們國內的民眾 來起而這個反抗法國 所以事實上呢從19世紀初年開始 那麼當時整個歐洲國家的話 把民族主義呢迅速的這個成長 一方面也更作為法國來作為一種對抗 那麼所以基本上如同課本這邊所提到的 49月最後一段這邊所說的 民族主義的基礎呢 是對於外族佔領的一種怨恨 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所說 因為你受到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欺負 受到其他國家的佔領 對他的一種反抗而會興起了所以民族主義 你的前提就一定要有外敵外敵存在 那麼所以他的基礎是對於外族佔領的一種恐懼 所以說在19世紀的時候 民族主義呢襲捲了整個歐洲 那麼當時各國之間互相的征戰 那麼各國之間然後呢互相的侵略 然後呢當然也發展所謂帝國主義 所以彼此之間的這種這種利益的一種衝突 使得民族主義呢在歐洲國家迅速的一個這個擴張 那麼比如說當時比較弱小的 後來被法國所擊敗的普魯士地區 那麼他們我們也課本也念過 那麼後來在這個畢斯邁的領導之下 對不對然後統一了整個普魯士 成為德意志帝國也是透過民族主義 來作為它內部凝聚的非常重要的象徵 對不對它本來是個邦聯體制 這麼多小小的國家 那麼要統一才能夠對外 連全部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強大帝國 才能夠對外來這個恢復日耳曼的這個光榮 當然我們也知道像是當時的意大利 也是各種小小的城邦分裂 然後呢那時候這個意大利什麼建國三節吧 你們歷史跟我讀歷史有同樣版本嗎 什麼馬志尼啊有沒有這些人 馬志尼也是以民族主義作為號召對不對 要建立一個恢復一個強大的意大利 所以其實當時就是說各種民族主義是作為一個國家 面對外武面對侵略 然後統一國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這種號召 當然如同課本這邊所提到的 十九世紀呢 那麼當這些國家後來也席捲了許多其他的一些殖民地 那麼所以呢到了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話 那麼許多的民族主義的這種因子 也從原來的歐洲逐漸擴展到一些歐洲這些國家所佔領的這些殖民地 那麼當然這些殖民地後來要尋求獨立的時候 往往所謂的建立這個 當然後來又加上這個十四年和平宣言裡面 這個威爾遜提出的所謂的這個民族自決的原則等等 那麼所以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前殖民地國家 為了要尋求獨立的話 往往用民族主義本身也是一個尋求獨立 對內團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這個工具 所以說在許多開發中國家 也開始逐漸的來倡導民族主義 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如同課本所說的民族主義仍然是一個非常強盛的 具有支配力量的一種 這個散布於各國的一種重要的一個主義 那麼請各位翻到五十頁 所以如同我們看到這邊所說的 事實上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 特別是像我們剛才所說的德國 意大利這些國家這些民族呢 將所謂民族主義視為人 所追求的這種最高的這個價值 所有的美好事物的最重要的這種來源 那麼我們剛才提到像馬志尼 這邊刻表也進一步的說明 好馬志尼他就強調 馬志尼是意大利人嘛對不對 還有誰啊 加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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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榮耀歸於國家 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這個 要光耀我的祖國等等 那當然這跟所謂的傳統的自由主義 跟個人主義事實上是有所抵觸的 是有所抵觸的 那麼他們就強調 個人只有在服從國家 榮耀國家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 對不對 當國家強大了 對不對 你個人才能夠 個人的尊嚴啊 個人自由才能夠享受到 更美好的一個保障等等 所以當然馬志尼他也強調 當然事實上世界各國到現在還在做啦 那麼就是必須不斷的透過教育 透過教育來灌輸人民 民主主義的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尤其是民主主義必須要凌駕到個人主義之上 個人也不能夠違反這個公眾 等等的為這個前提等等 那麼所以其實民主主義從19世紀開始的話 幾乎成為各國 我們說大概都是會用這個來鞏固 國內的民眾的一個所謂的 這個對於政府的效忠 或者說對於外面的一個侵略的一個 這個抵抗的一個最主要的一種意識形態 當然很有趣的是 各位看來下一段所說的 民主主義呢 他往往是由一些精英 一些知識分子所領導 然後呢 來這個認知 然後影響到其他的人 就是說一群總是有一群精英 一群知識分子所領導認知 就是有一個敵人 然後存在那邊 然後我們要對抗他 要仇恨他等等 然後就會激起了一個國內 普遍的民主主義的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這個思想 那麼 那所以 某種意義上 據如同我們剛才所說 Anderson說的 他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而這個想像的共同體 往往是由透過一個國家的 可能一些知識分子 甚至一些政治人物 他們為了某些目標的達成 當然不見得都是為了 是個人的政治目的啦 但是為了一個 他們集體的目標的達成 然後呢 激化出一個國家的民主主義 那麼可以用到 滿有效的 滿有效的 其實老實說也滿低 滿廉價的 滿廉價的一種手段 那麼20世紀初年的時候呢 我們說過呢 他常常出現於一些殖民地 爭取獨立的一種 這個 一種很重要的工具 來這個 爭取這個殖民母國的 一種這個 這個放手 那麼當然他們都強調嘛 受到異族 受到異族統治 受到其他國家統治 這是非常大的恥辱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尋求獨立 國家獨立 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價值 所以我們說過呢 受到其他國家的欺負 受到國家的欺凌 或是佔領的話 往往是民族主義 誕生的一個非常必要的條件 那如果我們說台灣這幾年來 有所謂的民族主義的一個傾向的話 事實上當然來自於中國大陸 中共的一個影響 也是我們存在 所謂本身的台灣民族主義的 存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 這個 前提 但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但這邊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的是 我們看看下一段 但是民族主義呢 在各國之間的發展一個 一個big problem 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在於哪裡 就是民族主義本身 它傾向於怎麼樣 導致於我們這邊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做economic isolation 民族主義在一個國家的發展 往往在很多國家同時都會存在 往往會最後的走向怎麼樣 一種經濟的孤立 經濟的孤立 那麼這是民族主義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它容易造成 或者按照台灣的一種最常見的說法 各位可能常聽到的叫做鎖國政策 鎖國政策在經濟層面上 那麼這個呢 往往是民族主義導致到最後 常常在各國所出現的一種狀況 好 在這邊我想 因為這個概念是滿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在這邊做一些進一步的補充 是可以用來的 所視察的說法 透明的了 我明明是有一個 新增長的 也會有一個 多 我們這邊談到了 為什麼民主主義容易導致 我們所受的經濟孤立 甚至所謂的鎖國政策的出現 那麼這個呢 其實是我們政治系的學生 必須要了解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想不管是不是 國際關係的同學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都需要了解 所以我在這邊做一些補充 基本上呢 當代的國際政治經濟 我們簡稱叫IP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當代的國際政治經濟 有三個最重要的意識形態 好 並存於當代的整個 國際政治經濟的一個領域裡面 這三個重要的意識形態呢 包含了一個叫做Economic Liberism 叫做經濟自由主義 另外就是我們這邊要進一步介紹 叫Economic Nationalism 叫做經濟民主主義 或者叫經濟國主主義都可以 第三個 也就是我們剛剛有介紹的叫 馬克思主義 那其中第一個跟第三個 我們都已經花了很多的時間 作為介紹了 這個在國際政治經濟 其實這個也是一樣 好 經濟自由主義基本上 就是我們所談到的 從亞當史密斯開始 對不對 強調國與國之間的貿易 最好的貿易政策是什麼 就是自由貿易嘛 對不對 透過國際分工 透過國際的專業 專業化 然後進行這個所謂的 最有效率的一種分工 就是所謂的 這個Free Trade is the best policy 所謂自由貿易是最好的貿易政策 一直到今天 我們所看到的WTO 以WTO為全世界最主要的經濟體制 仍然是標榜著 以追求自由貿易為目的 對不對 更自由 更公平的貿易 好 這是目前還是最具有優勢的 全世界最重要的 在國際政治經濟上最重要 最主要的意識形態 就是自由 這個經濟自由主義 但是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我們從過去到現在所讀的 完全就是這一套 經濟系所上的課 全部就是國際自由主義 這一套東西 我們的經濟學 你上的什麼個經總經 都是這個意識形態 可是它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意識形態 其實在這世界上 除了經濟自由主義之外 還存在其他的重要意識形態 另外一個就是馬克思主義 好 這我們就不用講了 已經講了蠻多的 對不對 從馬克思到列寧 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的環境裡面 從所謂的馬克思主義 所衍生出來的 我們以前所介紹的 像是依賴主義 對不對 像是世界體系理論 核心跟邊垂的關係 他們是從這種角度來看到 國與國之間的互動 所以說他們強調 對於像是這個跨國企業 必須抱持著介慎恐懼的態度 對於國外的投資本身 你也要非常的慎重 以免會成為所謂的帝國主義的 一種新的一種剝削的手段等等 要非常的注意到 那麼這個資源的流出等等 很多問題 所以這是馬克思的這一派 他們所對於整個世界的影響 當然這個在我們的國際貿易理論 不會教這些東西 其實另外一個到今天 對世界上還有很重要的影響 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裡面 就是經濟民族主義 或經濟國家主義 他們所談的是什麼東西 他們談了幾個概念 當然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整個介紹 所以我把幾個重點介紹 所以經濟民族主義 據說跟我們這邊所談的概念 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它的起源是什麼 起源就是我們以前介紹過的 叫重商主義 從16、17世紀的重商主義開始 Mercantileism 各位還記得我們說的重商主義嗎 國與國之間 國力等於財富 對不對 我們要追求國家的國力的增長 就是要追求更多財富的累積 等等這些東西 它最早是從大概16、17世紀的 重商主義開始的 然後其實真正發揚光大的 很有趣的概念是 現在的美國 是追求經濟自由主義的 最重要的國家 對不對 大力的反抗 所謂的經濟民族主義 可是各位可知道 經濟民族主義最早就是從美國開始 從美國 從德國 那美國的話最早就是18世紀末期的 美國的第一位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他的財政部部長 叫做漢米爾頓 好這也是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嘛 好 漢米爾頓當時他看到美國 是一個非常的一個所謂的開發中國家 當時13個小州合在一起 對不對 然後當時沒有辦法應付強大的英國 法國就歐洲國家的 大量的工業產品的輸入 好這是滿諷刺的 現在美國到處輸出工業產品 對不對 當時的13州 美國剛獨立支出 他基本上還是一個以農為主的國家 對不對 這個龐大的黑奴啊 種植什麼棉花嘛 對不對 等等 都是做這些事情 都是以農業為主 所以以當時美國獨立支出 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 他當然想要發展他的工業啊 美國國家都想要發展工業嘛 美國難道甘於一輩子 就作為農業國家嗎 當他發展工業的時候 他發現 他的初期的工業 一開始他的生產品質一定不好 對不對 他的成本一定比較高嘛 他怎麼可能 跟來自於英國工業革命之後 龐大的機械產品所生產的 工業產品競爭 所以漢米爾頓 作為美國的財政部部長 當時他的這個 他就認為 以當時的一個 這種形態的美國 他所祭出的就是怎麼樣 一些政策 第一個 叫做所謂的這個 工業重於農業 進口替代 詞意見的 極競爭 不是 有些人 來自豐盛的 很高 總之 要 這是當時的美國立國之初的最早的貿易政策 或是經濟發展的策略 當然這些策略目前美國全部反對 它是不准其他國家使用 第一個呢 重工輕農 當時他們看得很清楚 美國未來要發展 一定要重視工業 然後輕忽農業 就是你整個的 比如說資源投入的比例 一定是怎麼樣 放在工業的 一定是比放在農業的多 因為農業的話土地面積大 然後生產的利潤又低 對不對 台灣其實現在的狀況是這樣的 然後工業產品的話 當然那個編輯效用比較強等等等等 所以他認為一個國家工業化 一定是要走的道路 所以一定是重工輕農的發展策略 請注意這兩百多年前的事情 可是到了現在很多開發中國家仍然奉行不渝 任何開發中國家一定是怎麼樣 重工業輕農業 雖然台灣你看到農委會掛了四個大字 以農為本 可是台灣的發展策略 什麼時候以農為本國 當然是工業重於農業嘛 對不對 第二個呢 進口替代 Import Substitution 什麼叫進口替代 這概念很簡單 就是從字面解釋嘛 看一個國家你進口什麼多 你就發展怎麼樣產業 這代表怎麼樣 你需要它多嘛 你既然大量從國外進口 如同重商主義的概念 你的資源 你的錢大量流出 對不對 一個國家 假設你從國外大量的進口 比如說這個汽車 表示你這個國家對汽車需求量很大呀 那你為什麼把錢讓別人賺呢 一直流出去 既然你有那麼大的需求 要這個需要汽車 你就發展汽車業 用自己的發展的汽車業 來取代國外的進口 這叫進口替代 你需要龐大的成衣製品 你就自己發展你的成衣類 來減少進口 減少外匯的流出 這叫進口替代 進口替代策略 就是看你國家進口什麼多 代表你真正需要這個東西 你就發展這個 策略性的發展這個產業 來減少進口 並來扶植自己的產業 你需要很多的工業發展 你需要很多的鋼材 對不對 你就發展這個大電鋼廠 來發展工業 而不要所有的鋼材 就從國外進口 那錢都給別的國家賺幹嘛 自己發展這鋼鐵業 你從國外進口大量汽車 表示你需要汽車 你就開始發展汽車業 用自己的發展的產業 來取代進口 這叫進口替代策略 另外一種呢 當然就是保護主義 當你在發展你的產業的時候 我們說過 你沒有辦法跟其他國家競爭 你的汽車業發展之初 好 我們以前曾經提過 我們玉龍 我們要 我們台灣進口很多汽車 所以我們要自己培植 我們的汽車業 就是玉龍公司 可是玉龍剛剛生產的車子 怎麼可能跟國外 那麼性能良好 售價低廉的車子競爭嘛 所以你必須要採用什麼 高關稅 對國外的產品 可以高關稅 來保護自己的產業 保護自己的產業 這叫做所謂的保護主義 用高關稅 對進口的產品進行課稅 所以說這是所謂的 好 我們所說的經濟民主主義 基本上呢 經濟民主主義者 那麼他們會 認為我們所說的 對於開 尤其對於這種開發中國家而言 保護主義 保護這種策略性工業 保護這種幼稚工業 是國家發展的必要的一種手段 所以進一步而言的話 隨著經濟民主主義的核心概念是說 他們認為很多國家有很重大的一些策略性工業 我們所說的 strategic industrial 或者說有些幼稚工業 infant 就是還小嘛 小baby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跟那些成人競爭 好 比如說我們剛才所說的 台灣策略性的 我們就要發展汽車業 就算賠本 我們也要發展汽車業 那時候搞了什麼 大煉鋼廠 中鋼 對不對 我們需要鋼鐵 我們不可能一天到晚仰賴國外進口 我們就要發展鋼鐵業 這是策略性工業 就算賠錢也要做 然後當他們發展之初 他們還是幼稚 小baby的時候 怎麼可能跟人家成人競爭 別人都已經會跑了 我們才開始爬 所以呢 對這種幼稚工業 對這種策略性工業 一定要保護 一定要保護 否則 當然不只是台灣 任何開發中國家一樣 你說 你這些開發中國家 你要發展紡織業 你怎麼可能跟美國英國競爭 你要發展鋼鐵業 你怎麼可能跟美國競爭 你要發展汽車業 你怎麼可能跟日本競爭 所以一定要保護嘛 你不保護你就死掉了嘛 所以對他們而言的話 保護主義 不僅是手段 也是目的 他就是要保護 當然這是被 目前的WTOD制 視為過街老鼠 對不對 保護主義怎麼可以嘛 對不對 一定要仇向自由貿易啊 可是他們認為保護主義 對我們國家本來就需要的啊 我不保護 我怎麼扶植我們這些產業 我們就是要扶植嘛 我們不能永遠生產棉花 不能永遠生產稻米啊 對不對 我們總是想要發展一些重工業啊 為什麼重工業 或者關鍵性的產業 都是你們在發展 我們就永遠處於那種 什麼伐木啊 造林啊 什麼什麼 非常原料的生產 對不對 任何國家都想要經濟發展 任何國家都想工業化 為什麼工業化是你們西方國家的專利 我們開發中國家永遠成為原料的供應國 成為農產品的生產國 我們就不能發展自己的產業 可是我們發展我們自己的產業 我怎麼可能跟那些國家競爭 所以當然要保護 所以我們說過保護對他們而言的話 根本不是一種過渡的手段 根本就是目的 當然很多國家也會另外強調 整個世界尤其現在更是如此 整個世界的市場 尤其在全球化之後 是高度的不穩定 隨時有可能 對不對 這個石油價格一氣爆漲 石油所有連什麼咖啡 糖的價格都會漲 所以這種高度不穩定的狀態 對於很多國家而言的話 它不太可能融入整個世界的市場的循環 好 比如說你說英國 就算英國好了 你說英國你現在生產 所謂的這個小麥不具有比較利益 那你全英國全部放棄好了 所有的糧食全部從國外進口 怎麼可能 就像台灣你說米 對不對 我們的米 我們的糖 說糖好了 我們台灣的糖的價格 是全世界的平均的糖的價格好幾倍 那按照亞當史密斯的說法 台灣應該停止全面的停止糖的生產 全部從國外進口 我們要生產我們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 可是當然切斷到很多問題 那原來生產的糖的這些土地怎麼利用 原來種了一輩子的糖的 這些蔗糖的那些農人怎麼辦 你不能說我們生產半導體比較具有利益 這些農人明天全部到電腦工廠上班 那怎麼可能 對不對 他們只會種糖 所以當然很多這些問題 就adjustment 所謂的調適性的問題等等 然後當然整個世界市場又是極度的不穩定 那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國家會強調自主性 盡量減少對於外界世界的依賴 你說我們台灣生產稻米不具有比較利益了 我們全部稻米 全部從美國進口 全部從泰國進口 有一天他們不出口了怎麼辦 那全台灣人要餓死嘛 所以種稻米就算再賠錢 我們還是要種啊 因為這是屬於關鍵性的策略工業 產業 是屬於具有跟國家安全有關的產業 就算是再賠錢也要做 這完全不能夠符合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自由經濟 這個意識形態來說 那就豁唱其流嘛 就自由貿易嘛等等 所以呢他們這些想法就是說 我們所說的 為了國家的自主性 為了保護國內的產業 必須要跟國外競爭 那麼他們強調 強調所謂的經濟民主主義 為了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遠重過自由貿易 所以他們強調的是什麼 當然這一點 我們自己政治系聽起來 可能會蠻順耳的 可是經濟系聽起來會很刺耳 他們認為任何的貿易政策 這是為了國家的安全 為了國家利益而服務的 經濟當然應該在置於政治之下 相對而言法律好像應該在置於政治 算了 不要說那個 請注意他們強調就是 任何的經濟政策 是為了政治目標而服務的 任何的經濟目標達成 當然是為了政治目標之下的 也是為了符合 為了追求國家安全 為了追求國家利益 來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 經濟政策不是只是為了追求 什麼自由貿易的 是為了追求什麼 什麼全世界的經濟最有效率運用 是為了國家的自主 為了國家安全來制定的 所以比如說兩岸之間 我們就不可能完全談自由貿易嘛 我們當然要考慮到 我們的國家安全啊 對不對 我們大量從國外 從大陸進口所有的農產品 那台灣的農業全部垮掉了 那我們農人怎麼辦 我們農人不可能明天馬上變成電腦工程家 工程師啊 那我們總要保護我們自己的國內的產業 所以這些概念就是說 經濟 當然說難聽你 經濟終究是為政治服務的 那政治目標達成才是更重要的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犧牲某些經濟效率的達成 事實上是必要的 好 這是所謂的經濟 民主主義或經濟國家主義 當然這個走到極端 也有負面影響 就我們剛才所說的可能走向孤立 對不對 鎖國 像台灣的話如何拿捏這個政策 這是走到鋼索上 你要求一個均衡 你走得太過分 當然就是太鎖國了 那反而會消費者要付出龐大的代價 像我們所說的對不對 你吃一盤扭賭 本來叫10塊錢的 你現在付200塊 對 為了保護國內少數的畜牧業 那國家安全到底誰來定義 什麼叫國家安全 那國家安全搞到半天 只是少數的廠商 少數資本家的利益而已 國家利益 那國家利益是到底誰的利益 這些問題當然是有在進一步 釐清的一些問題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他們所說的這一套東西 是另外一種意識形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 很多的一些政治跟經濟之間的拔河 很多的經濟政策為什麼 好像似乎不符合我們從小所唸的 這個課本上的那些東西 事實上這是另外一種意識形態 我們說過今天這個不是主流 這是被誰經濟自由主義所打壓的 可是他在各國的政府的決策者的心目中 他仍然有一定的一個存在的一個地位 那我們所說的 這是從美國18世紀以來的一套意識形態 當然後來美國變成強大的國家之後 他是非常摒棄這些東西 他是追求自由貿易對不對 並且不准其他國家走這個道路 任何國家都要開放市場 都要自由貿易都要降低關稅 保護主義是過街老鼠 可是事實上這是從美國開始的 但後來最為發揚光大的是19世紀的德國 我們說過德國那時候就是強調民族主義 把一些弱小的日耳曼邦聯 普魯斯邦聯統一成為強大的德國 從19世紀初年開始 英國人所強調的自由貿易 是為了英國人的利益 自由貿易的只是強國的貿易政策 德國人當時19世紀末 他們強調的所謂free trade 什麼叫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的話德國人認為是 the trade policy of the strong 自由貿易只是強國的貿易政策 英國當然是全世界當時日不落國 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所以英國人到處向全世界推銷自由貿易 因為 阿達馬克思的說法 對不起 阿達列寧的說法 因為英國有一大堆生產過剩的 廉價的工業產品需要賣到其他國家去嘛 對不對 英國人所生產的產品 早就超出了他國內的需求了 他必須要賣到其他國家去啊 可是每個國家都是保護主義 每個國家都不准他進口那怎麼辦 那英國不是受到最大的傷害嗎 所以當時按照德國人說法 所以英國的經濟學者 就開始創造出一套這樣的理論 這個按照比較利益原則 進行國際分工啊 全世界的效率都能夠提升啊 全世界的福祉都能一時增加 等等等等 所以你們這些 在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 你們就專注於你們的農業產品的生產 專注於原料的生產 那不好意思 我們工業產品比較具有優勢的國家 我們就專注於工業產品的生產 然後彼此交換嘛 對不對 我們賣給你們工業產品 你們賣給我們原料 那工業產品賺的利潤比較高 原料被我們壓的利益很低 所以呢德國人認為說 當時的貿易政策 自由貿易完全是英國人創造出來 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的東西 可是對於弱小的國家 你跟他們自由進行貿易 跟他們進行誰 自由貿易 文是死的嘛 各位注意到這種東西到了今天 21世紀的今天 很多開發的國家 仍然與這個論調 來抵抗WTO體制之下 那麼很多強國要求他們開放市場 對不對 你說我們一開始開放市場 我們不是都完蛋了 台灣也是一樣啊 台灣現在哪一個領導人敢說 我們開放稻米市場進口 開放豬肉進口 開放牛肉進口 誰敢 所以他們認為這只是 當一個國家 當你是弱小的時候 這個國家絕對不可能打出自由貿易的 因為自由貿易對它是不利的 可是只有當這個國家變得很強的時候 它才會打出自由貿易 因為它有大量的工業產品 大量利潤比較高的工業產品需要出口 它需要進口更廉價的原料 所以德國人當時的論點是 自由貿易只是強國的貿易政策 只有強大的國家才會喊出自由貿易 10年前的中國大陸會不會喊自由貿易 不會 可是今天中國大陸 當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所謂的生產國的時候 它也需要自由貿易來將它的產品 賣到世界各國去 美國也是如此 美國在18世紀的時候 它不會喊自由貿易 可是到了20世紀 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國的時候 它也喊出自由貿易 當然這種論點也可以各位 進行各位思考 所以德國人從19世紀末開始 他就認為 自由貿易只不過是符合 英國人利益的貿易政策 而以當時正在發展中的德國而言 絕對不可能中了英國人的圈套 絕對不能跟他們 跟他們後面也在喊自由貿易 我們就是要祭出保護主義 我們就是要進行策略性工業的保護 要保護我們的正在所謂的發展 初期階段的我們德國的工業 所以這是他們的一些 一些這個當時的一些論點 當然這是提供各位做個思考 當然今天全球化的時代 已經不可逆流了 任何國家也不可能自外於全世界之外 你自己在搞你的保護主義對不對 不跟之前國家來往 那就不可能了對不對 那全世界也幾乎都進入到WTO之下 所以你可以發現WTO 在最早的GATT時期所標榜的是free trade 可是現在在強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壓力之下 他們現在越來越強調free and fair trade 自由以及公平的貿易 好 當然什麼叫公平 那就另外可以討論的空間了 所以自由貿易的話 其實不見得是唯一的 那麼雙方是不是在公平的 在個平等的貿易條件上 可能才是更必須要思考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好 可是無論如何 我們這邊只是大致上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但是我們說過這個意識形態 它雖然是被經濟自由主義一直打壓的 可是這個東西事實上從18世紀 19世紀乃至於今天的21世紀 它仍然對於很多國家的決策者 是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一種意識形態 所以我們只是簡單的介紹 目前在整個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的話 那麼自由 經濟自由主義 經濟民主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話 我們說這是IPE的三個主要的意識形態 那當然我們還是強調 經濟國家主義它之所以會讓很多人能夠接受 當然有它的一些自己的一套邏輯 自己的一些理論基礎 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很多國家的使用上 尤其是領導者本身如果太民主主義掛帥 完全不顧任何的客觀 主客觀條件的話 這些國家在非常強調高度的保護主義或經濟 民主主義的這個政策之下 也會一步一步的走到此胡同裡面 而就成為所謂的經濟一種孤立的情況 成為鎖國的狀況 那當然對一個國家的發展 反而有可能會造成更負面的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說過這是一個兩面刃 也是一個所謂的這個走鋼索的一種行為 當你祭出保護主義的時候 一方面有可能比如說 又跟民主結合的話 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就連美國都一樣 任何在選舉的時候 總統候選人一定是喊什麼保護主義的 對不對 來爭取國內的選票等等 我們絕對不能夠再進一步開放市場了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農民什麼什麼 就喊這些 可是事實上在實際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讓其他一些部門受到損傷 等等這些當然都是一些 碰到選舉的時候 為了爭取選票的一些考量 但是無論如何 不要讓一個國家進一步 一步一步的走向所謂的鎖國 當然這是領導者本身 在政策的拿捏上 必須要特別的注意的部分 好 我想這邊提供各位做一個參考 因為課本提到這個 大概只是一句話帶過去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是對於同學們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還是在這邊做一些補充 提供同學們做一些這個 做這個參考 好 那 接下來請各位看到50頁的最後面 這邊所提到的 另外一個跟這個概念相關的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民族主義 我們當然也補充介紹 所謂的經濟民族主義之外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叫 Regional的nationalism 所謂的區域性或地區性的民族主義 其實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用另外一個字在 這個一般的政治學上 或者說報章雜誌上 會用另外一個字叫做 叫做 separatism 叫做分離主義 現在一個尤其像21世紀的今天 所謂的nationalism雖然是芳心慰愛 可是更有趣的一個發展是 除了一些全國性的 國家性的nationalism之外 事實上呢很多國家的內部 很多國家內部呢 在很多地區也出現了許多許多的 我們所說的regional的這個nationalism 或者我們這邊稱為叫separatism 叫做分離主義或地區性的民族主義 那就看你怎麼分嘛 對不對 一步一步的 比如說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 可是民族之內還有很多次民族 還進一步的在這個分 當然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這邊課本提到的 像是魁北克 加拿大魁北克 但是很清楚的 語言 宗教 文化都不一樣 就是法一的魁北克地區 跟來自於英國的 這個其他的一些地區之間的 所以魁北克曾經兩次公投 都希望能夠獨立 這是很有名的一個所謂的分離主義 那除此之外 這兩天報紙剛剛看到的 西班牙的這個巴斯克地區 已經鬧了很久了 把西班牙北部地區 希望能夠獨立 對不對 那當然對西班牙更是雪上加霜 西班牙現在經濟已經是很疲弱了 如果巴斯克在鬧獨立的話 當然對西班牙本身 會有很大的一些影響 那很多足球迷關切的是 那獨立之後我們的支持球隊 可能變另外一個國家 那麼 當然還有很多地方啦 像包含義大利 意大利的北意大利地區 也一直有人在尋求要獨立 因為他們認為呢 北意大利地區非常的富饒 我們知道呢 像米蘭那一代地區的話 其實他們的經濟發展工業化程度 跟南方的農業的南意大利差別很大 他們認為南方經濟發展又落後 犯罪率又高對不對 黑手黨等等等等 那一直拖累了北方 所以如果北方的意大利地區能夠獨立的話 他們生活水準會比現在好太多了 所以呢這個 北意大利呢 也有一些人在尋求獨立 當然我們說這樣子分下去了 很多很多國家 課本這邊也提到了 像是這個喬治亞的南奧塞提亞 那麼等等 斯里蘭卡的塔米爾 塔米爾跟這個森加羅 已經打了好幾十年的戰爭了 最近才停火 他們塔米爾之虎 也是採取很多暴力手段 來爭取這個獨立等等 那當然就是我們可以把它視為 這種所謂的分離主義 那當然就是看你怎麼樣定義民族嘛 怎麼樣定義民族 那我最近還在網站上看到 最近有一個叫做蘭嶼建國運動 對啊 他們達悟人跟我們漢人不一樣啊 那你知不支持 蘭嶼他們建國 我們多個方叫國 可是 連達悟人他們也要獨立 他們說你們整天就把我們這邊丟核廢掉 對不對 那我們的好車好水被你們破壞 我們要尋求獨立 對不對 尋求獨立 那你說民族啊 他們不一樣民族啊 如果你這個支持台獨的話 同樣邏輯 是不是支持蘭嶼人的獨立運動 等等 像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當然不是說贊成或反對 只是說 你怎麼樣來分這個東西 民族的概念怎麼樣來定 那 所有的民族 民族這個自覺的話 民族要小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或者說我們台灣現在有14個原住民 好我算不要提這些了 那越來越獨立越多了 所以當然這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當然你說那麼小什麼好獨立的 可是問題是大小 那是看相對的一些概念嘛 看你怎麼樣來思考這些問題 可是我們說過呢 無論如何所謂的nationalism 一直到了21世紀的今天 或許很多其實其他歷史形態 包含了共產主義都已經成為過去了 但是呢民族主義在可預見的將來 它仍然可能在整個世界上 發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好這個我們下一節課呢 會進一步的來加以說明 接下來呢我們所看到的另外一個 當然這個可能是比較過去了 但是我們還是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它曾經在世界上 造成非常重大的一個蜂巢的 就是八十 對不起 51頁這邊所看到的法西斯主義 談到法西斯主義 當然如同課本一開始所提到的 二十世紀初年的意大利跟德國 是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的 最重要的代表性的國家 當然它也是造成二十世紀 整個世界上最大的災難的來源之一 災難的來源之一 那麼法西斯主義從何而來的 最早的法西斯主義其實是來自於義大利 當然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莫索里尼 大家應該都非常了解 在意思如何課本 我把課本這邊稍微說一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其實莫索里尼在早期好 當他還是熱血青年的時候 他還蠻這個支持社會主義的 很多人靠一下說 30歲之前你不支持社會主義 你是沒有心 那30歲之後你還支持社會主義 你是沒有腦 好 不管呢 這個當莫索里尼也是年輕的時候 他也是蠻支持社會主義的 那麼但是後來呢 因為隨著整個伊斯大戰的爆發等等等等 很多人對現狀不滿意大利等等的一些狀況 所以莫索里尼也本來是一個非常熱血的 社會主義的支持者轉而成為支持所謂的民族主義 這個強調要建立一個強大 有秩序的這個意大利 那麼當然伊斯大戰之後 很多人對於意大利當時的現狀非常不滿 那麼 而當時的社會主義或極左派 像共產主義這些一天當晚搞革命 造成社會更大的一些動盪 到處滋事啊等等 要鬧革命啊等等 所以使得當時的這個莫索里尼 他在這個大動盪的這個時代裡面 他號召了一群人穿著黑衫 全部是黑色制服 台灣現在還很多嘛 你看每次媒體上報了一群黑衣人 就代表著很奇怪的一群人對不對 那麼這個莫索里尼號召了一群人穿著黑衫 穿著黑衣 然後呢要求停止民主的政治 跟政黨政治的運作 然後呢實施嚴格的中央威權統治跟紀律 就是搞民主 搞選舉 其實這種概念其實到現在很多人都會有 民主選舉只會造成動盪 那國家跟他們亂亂的 我們就是要中央集權 我們要建立一個非常有秩序 強大的一個國家 整天搞民主搞選舉太亂了 還有一群這個共產黨要鬧革命 所以當時莫索里尼就在這種非常混亂的時代裡面 就是要強調秩序 強調團結 強調這個國家的這個強大 這群黑衣人就這樣子整天要求這種東西 那麼所以說呢 當時的莫索里尼開始來倡導這樣子的一種運動 而這一群呢 後來他們被稱為叫法西斯主義者 那麼就是非常痛恨整個這個所謂的失序的狀態 要求政府要強而有力的處理這種狀態 要強而有力的這個領導 對 叫大有為的政府 要這個結束這種失序的狀態 要提供人民充分的就業啊 維持這個秩序啊等等等等這些 那後來呢 這個在1920年代的話 當時義大利的國王就正式的將這個權力交給了莫索里尼 在1922年的時候 那也是一次大戰結束完大概四年的時間 莫索里尼這樣子所領導的這個法西斯黨 那麼迅速的崛起 那麼1924年莫索里尼執政的時候呢 他就停止了這個國家的政黨運作 變成一黨制的國家 自己當領袖 這個所謂的這個法西斯黨 無所不在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 然後呢保障每個人的工作 然後整個的經濟成長也不錯 然後國家秩序維持得非常好 看起來每個人都很快樂 但事實上底下潛伏的非常大的危機 這是當時的最早的所謂的法西斯的政黨在意大利興起 當然他的背景就是整個國家混亂失序 很多人要求秩序要求工作要求團結 要求強而有力的領導的背景之下所興起的 那之所以會叫法西斯 我想這個可能各位很多在高中課本都念過嘛 基本上那麼法西斯就是指著綁在一起的一束棍棒 有沒有 那上面插了一隻這個斧頭 一個斧頭插了一束棍棒之下 在這個東西就是過去古羅馬時期的 一種所謂的權威的象徵 所以他們當時就是號召要恢復 古羅馬的這個意大利的光榮 對不對 建立這個法西斯的這種權威等等 所以用法西斯這個字作為他們政黨的這個名稱 那麼當然後來1929年 課本這邊也提到了 1929年的這個經濟大蕭條 更給了法西斯的這個政黨的一個空間 那麼讓他們更為擴大他們的一個 這個所謂威權的這個統治 後來德國的希特勒也效法 希特勒看到這個德國人 當然德國也是在伊斯大戰之後是戰敗國嘛 威馬共和 找著當時的德國這個多黨林立 然後政權不穩 倒閣平仁 德國也陷入一片混亂裡面 然後德國人看看 哇 義大利搞得這麼好 對不對 這個莫索里尼 終止了政黨 終止了選舉 一黨獨大 然後呢 整個國家秩序 開始維持得很好 所以德國也當然深受影響 所以希特勒也開始仿效莫索里尼 但是建立所謂的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叫納粹 納粹黨 那納粹的這個建立呢 跟莫索里尼的法西斯的最大的差別是 他融入了非常強烈的種族主義的因素 種族主義的因素 如果你說納粹跟法西斯什麼差別的話 德國的納粹是非常強調 所以是日爾曼人 日爾曼人的種族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後來造成非常重大傷害的一個因素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個課呢繼續加以探討 請同學翻到五十一頁 那麼我們在上一堂課呢 介紹了法西斯主義 因為這個事實上 就現在而言 當然也是一個比較過去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不要花太多時間做介紹 只是大概上把它輪廓描述一下 那麼我們在上一堂課呢 曾經說過 法西斯主義呢 主要是在這個意大利興起 莫索尼尼 那麼主要是面對伊斯大戰之後的 整個意大利的失序的狀態 那麼莫索尼尼呢 那時候就發起了 一群穿這個黑山軍的人 然後呢開始要求秩序等等 後來他也逐漸在1920年代 取得了政權 而實施所謂的法西斯的一黨 一黨這個專權的一種政治 那德國的法西斯主義 當然就是納粹黨 他的時間比意大利稍微慢一些 稍微慢一些就是 主要是1930年代 當然因為希特勒 眼看到莫索尼尼 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他也深受鼓舞 所以呢他 這個創建了所謂的納粹黨 在德國 也是趁著威馬共和多黨林立的時候 然後要求 這樣子的一種不同的一些做法 然後呢後來也取得了權力 那麼 這個受到人民的支持 在1933年的時候呢 希特勒成為 在當時的亂世裡面 1933年德國的總理 希特勒在1933年擔任 兩年之內 到了1936年 大概三五年的時候呢 他就擔任了這個 成為獨裁者 結束了威馬共和 結束威馬共和的運作 然後當時受到 德國民眾狂熱的歡迎 非常多的人支持他的一些做法 那麼他的這個 所建立的這個政黨 所謂的這個納粹 那麼 的這個概念 同學看一下課本 那麼 所謂的這個納粹他的全名呢 各位看到51頁的倒數第五行 他叫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他的意思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 德國的這個 一個社會主義 德國 這個工人黨 國家社會主義 德國工人黨 但事實上 這邊特別提到 這邊社會主義的名詞是假的 那麼 因為呢 其實這個 納粹黨 他主要比較強調的 還是我們所說的這種民族主義 尤其是所謂的種族主義 然後加上這個國家至上 然後這個服從領袖的這些 這些概念結合在一起 當然也因為種族主義 要這個 要擴大這個 所謂的這個日爾曼人生存的空間 所以後來對外侵略 跟斯拉夫人產生了非常重大的衝突 在他們境內裡面 他們認為這個 猶太人 是這個 讓這個日爾曼人沒有辦法發揮這個 這個最大這個功能的 最主要的敵人 所以把這個猶太人也都殺了蠻多的 好幾百萬人上了這個 送到的這個集中營等等 那麼 所以呢 當然這個 我們所說的 從莫索尼尼的這個 法西斯黨 到這個 德國的納粹 事實上所謂的法西斯主義呢 一直在19 20世紀的時候呢 造成了人類非常非常重大的一個危害 當然也是二次大戰爆發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之一 那當然從二次大戰以後 二次大戰以後 所謂的法西斯這個概念還時常的在全世界各國都會在這個使用 那麼比如說在很多南美做國家 我們會指某些領導人 他是一個所謂的法西斯的一個信奉者 對不對 那後來的像是在這個西班牙的弗朗哥 甚至早年的蔣介石 都被稱為這樣的法西斯主義者等等 那麼所以法西斯的概念事實上 到了今天還是會被某些人來指稱 某一些國家的一些獨裁者 會用這個法西斯這個名稱 甚至呢 像是這個 一些像是目前的歐洲 甚至像美國過去的3K黨等等 或是歐洲現在一些極右派的政黨 也都會被稱為冠上法西斯或新法西斯的這個稱號 所以其實法西斯這個概念到了21世紀的今天 他定義反而越來越複雜 每個學者或每個地區所指稱的法西斯的意義 也不見得完全一樣 當然跟最原始的這個意大利跟德國的法西斯的意義 可能也有一些轉變 所以我們當使用法西斯這個詞的時候呢 也要特別的這個慎重 當然我們也說過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 法西斯其實蠻會強 蠻強調所謂的這個所謂的秩序 等等一致等等 所以呢當然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是 我們可以知道呢像是這個 莫索里迪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呢 就是率領一群黑衣人 全部穿著黑色制服的概念 然後後來這個 德國納粹建立之後呢 德國人他們穿的是這種 就是棕色的有沒有 咖啡色的那種衣服 所以這種制服本身 也是一個法西斯的一個 過去的一種很重要的一種象徵意義 所以很有趣的是像我們 後來很多國家包括台灣在內 中華民國過去呢我們的 學生也規定穿制服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穿制服本身就代表了 法西斯的一種遺毒 所以要廢除這個穿制服 我沒有說剛才的中山女中 所以這個制服本身呢 因為他們是非常強調這些東西 但不是所有穿制服都叫法西斯啦 比如說你看看現在 連英國美國很多的一些學校 到現在還穿制服的傳統 對不對 所以不能夠完全畫上等號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這個很多人說以前我記得那時候說廢除高中 或者廢除國中穿制服 就是說這是法西斯的餘孽 我們要把它清除這種思想 但是很多人還維持 像有一些學校說 這個穿制服是我們百年的傳統 怎麼可以說廢就廢等等 所以這些也很有趣的在生活上 可是你才發現這個東西 事實上就從最早的法西斯的國家 所留下來的一種 一種這個象徵的一種符號 那 好 那法西斯的概念 既然到現在還是一個非常複雜 然後大家所使用的指涉的對象也都不太一樣 那一般來說 我們今天政治學上所說的法西斯的概念 到底包含了哪些東西 我們在這邊只是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因為這不是唯一的標準答案 那麼一般來說 我們今天所說的法西斯主義 往往他所指稱的可能有幾個重要概念 是包含在這個法西斯的概念之下的 第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極端的民主主義 現在我們所說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時常看到 現在的很多歐洲國家 我們說很多歐洲什麼光頭黨 或者說這個法國的民主陣線 有沒有 他們那種所謂極右派的 法西斯的 我們時常這種說法裡面 事實上指涉的就是說 他們是非常強調的民主主義 非常排外 非常什麼反對移民啊等等這些 所以今天的法西斯主義 我們時常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民主 極端的民主主義 非常排外的這種 是包含今天所說的 法西斯主義的重要概念之一 除了極端民主主義之外 當然這是承襲的 從希特勒下來的 這種種族主義的這種東西 那另外呢 包含就是 他們非常強調秩序 紀律 這些概念 然後呢 效忠領袖 然後強調中央集權 強調管制經濟 然後呢 反共 同時反民主 這是一般來說 我們談到法西斯主義 往往會牽涉到一些重要概念 我再說一遍 包含了要是極端的民主主義 包含了強調秩序跟法律 紀律 強調服從領袖 那麼強調所謂的中央集權 就是領袖 這個具有至高領袖嘛 這個統治 強調管制經濟 他們在經濟層面上 往往都要採取高度的 中央集權的管制方式 那麼另外呢 他們是反共的 然後同時也反民主的 他們不認為民主制度 是最好的制度 所以呢 大概這是我們今天所謂的 法西斯主義的 包含的一些概念 我們說的不是唯一的答案 你可能看到其他學者 會提出不同的一些概念 因為它是個太複雜的東西 然後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會使用不同的 但是我們剛才所說的這幾個 大概是現在 我們時常提到 所謂的極右派啊 提到什麼法西斯 常常會包含的一些意義 在裡面 好 這是我們對於 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的 一些簡單的討論 那接下來請同學們 翻到這個53頁 這邊我特別說明一下 從52頁這邊開始 開始介紹當代的意識形態 當然第一個呢 稍微介紹就是 我也沒有什麼太大意義的 就是介紹共產主義的瓦解 這我們就不用介紹了 這個基本上大家都知道這個事實 這個歷史的描述 我們就不再說明了 然後呢另外 他這邊特別介紹了 當代的意識形態有兩個 一個叫做 new conservatism 所謂的新保守主義 另外一個呢 就是53頁這邊所說的這個 這個libertarianism 這所謂的極端的自由主義 或者叫自由意識主義 那這兩個東西呢 我不打算介紹 同學們如果有興趣 自行看一下 基於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 無論是新保守主義 或者是極端的自由主義 這兩個呢 基本上 主要是在美國的一種意識形態 它在全世界的影響力 並不夠大 大到可以例如教科書來介紹 因為這是美國的教科書 它特別介紹這美國的東西 第二個呢 他們之間的概念 浮浮沉沉 其實也未有定論 這是第一個理由 所以我不打算介紹 同學們有興趣自行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當然隨著極端自由主義是基本上 就是還是堅持最古典的自由經濟學的理論 政府絕對是要干涉越少越好等等 當然他們這種理論性的差異性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第二個呢我也擔心 對於大一的課而言的話 我們這個 這一章裡面已經介紹太多意識形態了 再介紹下去同學已經昏了 那麼古典的 現代的 還加上極端的 什麼什麼東西 還有新的 已經是太多了 所以我想這個 以免各位在這個學習上的一些困擾 所以我把這兩個部分 就把它割捨掉 同學們有興趣可以自行參考 我不希望造成各位在學習上的一些困擾 一大堆 其實意義上不太大 所以我把所謂的新保守主義 跟所謂的極端自由主義這兩個部分 就留待各位同學自行參閱 我們就不再加以介紹 那麼我們會花一些時間介紹的 在當代意識形態 我個人認為也是很重要的 是53頁的下面開始 第一個叫做女性主義 第二個是54頁的叫做環保 環保或者是生態主義 這兩個我想我們有必要在這邊做一些介紹 首先各位看一下53頁的最下面 我們所介紹的下一個很重要的當代意識形態 叫做女性主義 為什麼說當代 其實我們女性主義跟等一下介紹的 所謂的環境主義或環保主義 大概都是距離現在大概才半個世紀左右 大概是從1960年代才開始 大概從1960年代才發展出來 所以到現在大概就是半個世紀左右的一個 蠻新的一種意識形態 首先我們介紹的是女性主義 如同課本這邊一開始就提到了 女性主義本身大概從1960年代 最早是有許多的女性的一些作家 他們在很多的一些文章裡面 開始逐漸的激發出所謂的 女性主義的這樣子的一種觀點 來看許多的一些事情 那麼到了1970年代 所謂的女性運動 已經成為西方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政治運動 尤其在政治場域裡面 如何從女性的角度來詮釋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 當然我也大力推薦 本系有一個全台灣最重要的 女性主義的研究學者 叫做黃長寧老師 他有開女性主義的專門的選修課 如果同學有興趣的話 可以專門修他的課 我想黃老師會給各位很多刺激 不只是女生 同時包含男生 1970年代開始 隨婦女運動或女性運動 進行成為在很多國家 包含美國跟西歐 很重要的一種政治的一個力量 那麼當然為什麼會在政治呢 因為其實女性發現 隨著性別的平權在政治場域是最明顯 政治場域是表現得非常 當然還有包含了一些社會層面都很重要 可是政治方面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舉例來說 各位看到五十三頁最後一行 許多的研究者發現 女性一般來說 她平均的薪水比男性低 不瞞各位講 到了現在 在台灣這個情況依然存在 你看看很多企業裡面 同樣的員工 男性女性 五年之後薪水可能平均起來還是會有落差的 那麼女性的薪水比男性的低 請各位翻到五十四頁 然後當然在升遷上 女性跟男性之間也會有不同的一些落差 這個我想無論是在第一部門政府部門 或第二部門的企業部門都如此 那麼在第一部門政府部門而言的話 其實很明顯 我們以台灣為例好了 台灣每年高不高考進去的公務員 女性比男性多太多了 大概七比三吧 高考進去的 可是過十年二十年之後 你看到中階主管比例 男性遠多於女性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女性好像就存在一個 無形的天花板在那邊 當然很多人說因為很多因素嘛 女性生產對不對 然後呢或者說她做家事等等 或者不願意外調 因為家庭的關係 小孩子正在讀幼稚園 所以呢可以有升官機會 你要調到外建市她不願意去 很多因素 但是這些因素都是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因素 女性沒有辦法在事業上表現出 像男性一樣的 你可以義無反目的去衝對不對 所以就受到這個影響 這是公部門 那私部門也是一樣 那私部門的話也是同樣進一個企業裡面 然後以後升遷 升為經理什麼鄉理協理等等 男性還是多於女性 當然這不同文化之下也會如此啊 日本更是如此嘛對不對 女性還要替男性什麼 倒水 同級職還要替她服務等等這些東西 我想這個在很多電影上都看到這種情況 所以當然這些因素都是存在於 現實的生活裡面的一些因素 在升遷 在薪水的這個 這個待遇 那麼 或者是無論是在心理上 或者生理上 會受到男性的一些欺負等等 甚至呢當然在實際的運作上 我們可以發現 女性呢如果要去做貸款 或者說保險 甚至都會比較困難 甚至我們知道像過去的話 連辦信用卡都會比較困難 對不對 等等很多這些因素都存在的 然後呢 一般而言的話 女性往往被視為 所謂second class citizen 身為第二等的公民 在很多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這是從70年代 就逐漸發現這種現象 當然很多東西必須靠政治上 靠制度上的一些這個改革 當然在很多的國家的文化上 很多的一些文化 或者社會的一些這個脈絡下 也是如此 比如說各位看到五十四頁的第二段 這邊所說的 這個根本的問題呢 在很多國家 就是女性從小就被教導 跟男性之間其實是扮演了不同的性別角色 被期待的 從小開始 父母對於小孩子就有不同的期待 那麼男生從小就告訴他你要堅強 對不對 你要這個這個 要這個非常具有競爭性 對不對 要表現出男子氣概 對不對 小孩子一哭 哭怎麼哭嘛 都不像男生 那女生呢就被期待於 要非常溫柔婉約啊 要順服啊等等等等 柔弱啊等等 不能太強悍啊 搞得像男生一樣 所以事實上從小的文化裡面被教導就是不一樣 連穿衣服對不對 女生都要穿粉紅色 男生呢都要穿比較什麼 藍色啊等等等等 你看我們從小嬰兒一出生 如果各位以後 有你的同學 你的朋友 生小孩了 你去看他對不對 明明他生個男生 你會買一套女生的粉紅色衣服去嗎 被對方罵 我明明生男生 怎麼購我粉紅色的衣服 等等 這都是就是整個社會上 其實對男生女生就有這種 性別上的一種不同的一種看法 那等到等到三四歲開始可以玩玩具的時候 女生就要玩芭比對不對 男生就要玩變形金剛 女生喜歡玩變形金剛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會玩變形金剛 那男生玩芭比被視為更奇怪 那當然現在有吳季剛啊 這些很厲害的人出來 可是但事實上整個社會 整體而言的話 對男生女生在性別角色的定位上 就是不一樣的 就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美國 我在美國我是22歲大學畢業嘛 24歲預官兩年退伍就出國了 然後25歲就結婚了 我一出國跟我老婆認識 然後一年之後就結婚了 然後那時候我老婆23歲出國 一年之後嫁給我 她才23歲就跟我結婚了 然後兩年之後生老大 那時候我27歲我胎25歲 按照健康教育課本人最適合生小孩的年齡 然後開始每隔三年生一個連生了三個 完全沒有按照任何計畫請注意 重要的是那時候我們懷老大的時候呢 在美國懷孕 當時的20多年前的美國 那時候剛剛有超音波的技術 可是呢當時超音波是被用於 在非常狀況之下 才會使用超音波來看性別 美國那個社會是非常不鼓勵 你用超音波來鑑別性別的 台灣現在也是開始如此嘛對不對 漫了美國二三十年 大家都用超音波來看 然後這會造成什麼殺音的現象 一發現女性然後就墮胎了等等這些 所以在美國當時超音波是有 可是他們不會用超音波來鑑別男性女性 所以呢那時候我們每次去產檢的時候呢 醫生就聽心跳 小嬰兒的心跳 心跳反正在140以上的跳得比較快的 多半都是女性 140以下都是男生 所以每次我太太去做產檢 醫生就告訴他我斷定他是女生 每次聽就說保證是女生 後來我們就很高興啊 我們家從來沒有女生過 那麼開始我媽媽也很高興 然後我媽媽準備好多那種粉紅色的 這個衣服啊 鞋子啊 枕頭啊 對不對 然後她從台灣 千里台灣飛去美國過 她也來坐月子 結果呢大家很期望一個女生的 我們家第一個女生的到來 結果一生下來 是男的 大家都很失望 結果我連生了三個都男的 生不出女生 這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 前輩子沒有情人 好 這不管 好 我們現在說女性主義 我懷疑我前輩子是什麼 和尚還是什麼 那所以呢我們家老大 從小 最小的時候我們給他照一大堆照片有沒有 看他每一張照片都穿粉紅色的衣服 粉紅色的衣服 什麼個襪子什麼都粉紅色的 所以這就是刻板的性別印象 就是女生嘛 男就要穿粉紅色對不對 所以他全部都粉紅色的 好 算了不要說這個 所以這個我們就整個社會文化 他會賦予這個男性女性 其實從小在教育裡面 就會給予他不同的一個定 一個這種定位 那當然呢 所以很多人會認為其實 很多這樣子的一種性別的差異 性別上的差異 是課本這邊說得很清楚 是父權社會中學習而來的 其實這種性別的差異 為什麼男生就要表現出陽剛 就要穿藍色的 女生就要穿粉紅色的 要表現出柔弱一面 其實他們認為呢 這個從某種角度而言 這是所謂的 我們所說的父權社會中 是透過學習的 從嬰兒開始就 逐漸逐漸的 整個社會文化的壓力之下 學習而來的 如果你要反抗 你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 你要抗拒這種情況的話 對 如果女生 從小也不愛穿裙子 也會被家裡面說 對不對 男生從小喜歡玩BABY 也會被 你要面對很大很大的壓力 你要面對很大的壓力 所以當然很多人會放棄了 就算了順從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 所以這是一種所謂的學習而來的 或者我們以後會介紹叫社會化 社會化的一種結果 那麼但是呢 很多人相信 其實這是可以改變的 這是可以改變的 那麼當然這是女性主義者的 一些主要的一些論述 然後當然他們基本上也反對 所謂的男性的沙文主義 這邊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字 各位看一下 五十四頁 第三段第一行 很多女性主義者 他們都會 用各種方式來反對 所謂的 這個Sauvinist Pig 我們中文翻譯叫殺豬 殺文主義的豬 這是叫男性殺豬主義 那麼不是殺那個豬 是殺文主義的豬 那麼 反對所謂的男性殺豬主義 那麼當然它也產生了很多影響 其實從70年代之後 透過各種政治的改革 透過各種所謂的社會運動 來試圖扭轉整個社會的價值 或是這種所謂結構 那麼 無論是在工作上 在升遷上 對於職業婦女的一些 工作上的一些這個 一些這個 心態上的調整等等 其實這二三十年來 產生了蠻多的一些這個影響 當然也灌輸許多重要的觀念 比如說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一直會改變一些影響 比如說男性 你應該要分擔家務 對不對 而不是說每天回家 就翹翹狼腿看報紙 對不對 所有事情讓太太做 或許你們也是在這個環境之下成長的 你看看你爸爸媽媽的相處方式等等等等 但是事實上這些都逐漸在改變 比如說男性女性要共同分擔的這個家務的事情 很多很多東西 從制度上 從文化價值上 從觀念上 都在女性主義者 這半個世紀來 逐漸逐漸在這方面做一些調整 當然可能在座南西有些人不以為然 但是我們知道 這是未來社會一定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不管你 是不是認為不以為然 那麼 可是呢還是有一些努力的空間 還是有努力的空間 比如說我們剛剛下一段所說的 就政治層面而言的話 比如說美國 女性主義者一直在奮鬥的東西 叫ERA 各位看一下最後一段 這邊所說的ERA ERA是什麼呢 叫做Equal Rights Amendment 叫做平權修正案 希望推動憲法的修正案 就是男女平權的一個修正案 可是很有趣的是 國會通過了 因為按照美國是剛性憲法嘛 國會兩院都要三分之二通過之後 要交由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才能夠生效 但是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達到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 我們知道美國其實很多州是非常保守的 不願意推動所謂男性平權的法案 男女性別平權的法案 所以目前還沒有達到美國修正的門檻 所以ERA這個東西始終沒有辦法入線 一直都在推動中 因為沒有辦法達到四分之三 其實你看這次選舉 我們下一集會談到 美國很有趣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次選舉的那個地圖 你會發現藍色跟紅色的地圖 太平洋跟大西洋兩岸 都是民主黨的 中間全部共和黨 這地圖非常明顯 你如果說台北 台灣有所謂的南北 北藍 南綠 你看美國那個情況更明顯 變越來越明顯 東北角全部民主黨 西海岸三個州 華正頓 奧勒槓 加州全部民主黨 那中間幾乎都是共和黨 一片紅色 很明顯 這事情我們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美國很多州 像它推動這種東西 什麼平權法案很困難 因為那個州長期都是非常保守的 非常保守的一些州 當然我們這邊所說的保守 我還是強調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正面或負面評價 是代表意識形態的一個不同 就是說他們是不願意推動這種東西 甚至很多女性 本身也不願意看到ERA通過 為什麼呢 這邊客門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因素是 很多的女性也反對ERA 因為他們認為 當然這是我們在美國稱為 女性保守主義 因為他們很滿意於現在的很多制度性 對於女性有保障 他們認為以後一堆都一旦推動ERA 可能很多女性保障都沒有 所以他們反而不願意見到ERA通過 因為ERA基本上是性別單一性別都要保障 所以他們也會認為現在婦女的 比如說一些權益的保障等等 包含像是住宿像是廁所 我們現在時常可能規定 女性的廁所的數量比男性要多 甚至像住宿 男女要不要共宿 不是共宿了 同一層樓的宿舍等等 甚至一個最敏感的問題 當兵服兵役 女性要不要服兵役 他們認為說你這種推動的話 以後搞到半天最後的話 可能女生跟男生一樣都要服兵役去了 所以他們反而不認為ERA是適當的 是需要通過的 他們認為目前的狀況之下 對女性有些特別的保障 可能是比較符合現狀 而平權搞得太過頭的話 認為對女性的很多事情 不見得是公平的 當然據說很多的一些爭論 所以ERA到現在為止 在美國仍然沒有辦法獲得的這個通過 那麼 而另外一方面很有趣的是 當然這一點也可以在今天做個驗證 投票 投票行為在美國很有趣 透過投票的方式來追求一些 女性應有的權益 而當然我們也知道 以美國來說的話 基本上民主黨是比較重視弱勢團體 包含女性的一些權益的 所以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來 女性支持民主黨的比例 越來越高 遠遠 那麼這個比支持共和黨的多 我們以後會把今年的 投票的一個圖 秀給各位看 各式各樣的一些 類型團體的投票 支持歐巴馬跟羅姆尼的狀況 好我已經放到我的檔案裡面 那麼你發現女性明顯的是偏支持民主黨 並且很有趣的是 包含華裔在內 就是來自於台灣或大陸 華裔的Chinese的 那麼在過去像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華人基本上一面倒都是共和黨 可是到了現在為止 2012年 你可以發現華人這次選舉 百分之七十以上支持民主黨 並且一次比一次高 所以我們過去的刻板印象就是 華人就是支持共和黨 錯 已經完全扭轉了 現在華人在美國 美國的華人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是投民主黨 很多重大的一些轉變 這幾十年了 不過二三十年的光景 這很有趣的現象 好這是一種這個 在一些法政治上的一些努力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就是 一些制度性的一些保障 我們最後一些時間也可以 稍微談一下 好比如說現在在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當然最常看到了 我們就是在所謂的女性主義者 這幾年努力的一些方向 也實際有一些成果 像我剛才所說的 目前相關的法律規定 任何的這個公家機構 比如說像是廁所 因為實際上 女性上廁所時間 就是比男性長嘛 所以每次到任何地方 尤其風景區有沒有 男生廁所都沒什麼人 女生大排長龍慢慢排隊 所以都要先要求女生廁所 要男生的三倍 那各位認為合理嗎 基本上我還認為還滿合理的 那還有說每個地方 尤其是公家機關 都要提供女性的普魯的空間 等等 像這些大概都是 最近在制度上的一些設計 那當然過去的話 比如說在考試上 會有性別歧視 對於女性 比如說在我們那個時代 考外交官特考 大概每年招收大概45到50個人 女性最多五位 後來這個被人家控告違憲嘛 後來目前外交部 在大概十多年前已經取消了 所以現在的外交官特考 已經不限男女性別比例 但是後來發現情況是 現在的話外交官每年考進去 大概七成以上是女生 那外交官外交部 他們自己私下也還是會 會有一點擔心 因為台灣現在外交國家不多 變多半都是在一些比較特殊的地區 所以他們就說 是不是女性外交官 這樣子到那邊以後 會不會在工作執行上一些問題 就像很缺的服兵役女性的 女性服兵役 那你要不要排她夜間 大夜班 這個所謂戰衛兵 那女性的警察 是不是一定要跟男性一樣 去做巡邏的一些業務等等 很多事情其實還是會考量到 體力上的一些差異等等 那現在 像我們上禮拜不是去調查局嗎 現在調查局也是一樣 女生遠遠多過男生 對不對 以後真的要抓走私 這個氣毒等等的話 這個當然你說女性也沒有問題 當然這個東西可能 但是目前很多政府機關還是會擔心 那麼 另外當然就是說 像我前兩天才跟人事行政局的人討論 人事行政總處 他們說其實現在的話 台灣過去在中高階主管性別有嚴重的失衡 我們剛才說過 每年高補考七成以上的女性 可是真正擔任中高階主管的女性比例非常低 但現在這個情況逐漸在調整 現在一般的科長級以上的話 女性其實現在比例已經超過一半了 所以這方面優秀女性的表現其實越來越 在政府機關裡面已經 已經大概逐漸符合性別比例 但是還是一個比較落差的地方在哪裡 在政務官 政務官 比如說每個總統候選人都號稱他們要什麼 四分之一是女性等等等等 可是都好像很難做到 那過去阿扁總統是硬是湊到了 他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承諾 那現在馬英九還是沒辦法 現在馬英九的政府裡面女性的比例還是 政務官方面還遠遠偏低 因為跟他當初的承諾還是有一定的落差 可是台灣的女性 我們就台灣的狀況而言的話 在選舉的表現是非常優秀的 我提過幾個數據好了 日本馬上就要選舉了對不對 那麼上一屆的日本的大選 日本這個國會的選舉 是破天荒第一次女性當選創紀錄 多少百分之十 百年來的日本的國會 第一次從明智維新到現在 第一次女性當選國會議員的比例 首度達到兩位數突破百分之十 上個月剛剛落幕的美國的選舉 當然大家關注總統大選 可是美國同時還舉辦國會議員選舉 對不對 這次美國的眾議院435個議員全部改選了對不對 這次美國女性當選比例也創紀錄 創下美國200多年以來開國以來 女性當選比例的最高紀錄 多少百分之十七點九七 他的參議員是百分之二十 一百個參議員裡面目前有二十個女生 八十個男生 美國是一個非常講調性別平權 那麼自由民主國家 可是美國的眾議員 參議員比較少那比較特別 眾議員的話到今天為止 美國這個國會 從來沒有突破過兩成 這次的話也是創紀錄 十七點九七 上一次是百分之十六嘛 這次又稍微多一點 那英國法國這些國家 大概都是百分之十六十七左右 英法美這些老牌民主國家 國會議員的比例 從來沒有突破兩成過 那目前的話在女性議員的 國會的參選狀況而言的話 表現最好的 大概就是北歐國家 第一名是瑞典嘛 瑞典已經接近五成了 大概都每次選舉 大概都百分之四十八呀四十六啊 是女性的國會議員 然後其他的幾個北歐國家 也大概都有四成 百分之三十八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比例 所以在國會議員部分的話 大概北歐國家的表現 是非常非常傑出的 那這個美國法國英國 反而是不是太好 那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選舉制度 我們這一張 下一張馬上談到選舉制度 我們這個禮拜 我們這個月的最後兩三個禮拜 會介紹選舉制度 因為呢 歐洲國家普遍使用的是 叫比例代表制 所以每個政黨在政黨名單裡面 會多排一些女生在裡面 那英國美國是單一選舉制 一個選舉制當選一個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造成的女性當選比例是偏低的 好 這是我們了解現在西方國家的狀況 一般來說 英美法大概都兩成以下 歐洲國家大概四成以上 所以這是一個所謂的 選舉制度 絕對是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台灣呢 台灣的女性 我們以國會議員來說的話 當選比例大概是怎麼樣 台灣過去的所謂的 立法委員採取複數選區 單機非讓投標 這也我們會介紹了 那有所謂婦女保障名額 那麼所以呢 女性當選比例不低 那從2008年改成了單一選區 兩票制 那婦女當選比例會不會降低 我們目前的保障是怎麼樣 我們就在部分區裡面 三十四期部分區一定要 二分之一女性嘛 所以那三十四個裡面 至少17個女生嘛 對不對 各政黨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17個女生 所以我們制度性的現在 只保障部分區裡面 有17個女生要當選 可是單一選區沒有辦法保障 你不能指定什麼 台北第三選區一定要女生當選 沒有這種事嘛 對不對 單一選區所以沒辦法 可是台灣我們本來很多人擔心 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 我們的婦女當選立法委員比例 可能會下降 可是沒有 2008年 2008年的話 第一次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 台灣女性當選立法委員比例 是134席裡面當選了34席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遠高於英美法 今年 剛剛 2012年立法委員選的第八屆 我們這一屆立法委員女性 當選的這個比例 是這個130席裡面當選了38席 當選比例是33.6% 正好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台灣的女性在國會 至少以國會議員作為指標的話 當選的比例的話 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我們的女性參選立法委員的話 當選比例非常非常高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來重視的一個現象 這是順便提供同學們做一些這個參考 而過去2008年之前 2004、2001等等 雖然那時候我們的立法委員選舉 複數選區有誰的婦女保障名額 可是歷年來幾乎幾乎沒有人用到 用到也非常非常少 我記得1998年那次立法委員選舉 全台灣就一個女性 是靠婦女保障名額當選的 那時候是在台南縣 有一位立法委員叫做葉宜金 她是婦女保障名額當選的 那2001年好像全台灣也就一個 在台中縣叫做楊瓊英 是婦女保障名額當選 也就是說台中縣她英選10名 對不對 然後前10名裡面要有兩位婦女 結果就有一位 所以第10名男性就被拉下來 第11名的就遞不上去 就是楊瓊英等等 那除此之外幾乎沒有 所以台灣過去雖然有婦女保障名額 其實很少女性是靠婦女保障名額 非常非常少 那現在當然就是 就是只有不分區的部分 可是台灣的女性在單一選區裡面 表現也是非常非常優秀 至少目前來看的話 遠比美英法來得好 美英法來得好 可是我們進一步要思考的問題是 台灣雖然在所謂的當選比例上 是比美英法來得好 可是我們台灣尤其在單一選區之下 當選的婦女 是不是真的代表台灣的婦女參政 是比其他國家更為踴躍 因為其實在台灣你可以發現 我們可以當然做個別的研究了 很多女性當選是 她是自己靠自己的能力 獨立這樣參選 從小熱衷於公共事務 然後參選 然後當選立委嗎 你會發現很多立委其實當選 女性的立委當選 往往都是什麼 家族 家族的代言人 為什麼她當選立委 因為她爸爸過去是立委 或者她是什麼派系 對不對等等等等這些 所以真正女性 不是靠派系 不是靠家族 而真正的靠到努力 能夠當選的 在台灣當然 這我們進一步可以思考 到底多不多 我不曉得我沒有答案 好 只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女性 你看到某個女性 原來搞了半天她爸爸是誰 她什麼什麼 當然這個其實對於婦女的參政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覺得還是要有所保留 不見得這種絕對的數字 就代表台灣的女性 一定比什麼 美國英國來得更為好 其實這東西我們 就是婦女運動在這一方面 還是有寂慕努力的空間 我們希望未來更多女性的當選 這個是因為她 因為本身的條件 也不是因為她的性別 就是她本身的努力 她本身的條件而當選 不是因為她的性別 不是因為她的家族 不是因為她的派系 而能夠真的靠自己的能力 而勇於從事公共事務而當選 那當然這是我們所希望看到未來的 台灣的一個女性的一個這個 更受到這個在政治層面 當然其他很多社會 很多層面的話 女性主義在台灣 當然還有更多值得努力的空間 當然同學有興趣的話 還去上上黃老師的課吧 好這個是女性主義部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一張最後要介紹的呢 不是最後啦 介紹的就是所謂的 Environmentalism 所謂的這個環境主義 或者說環保主義 那麼基本上 所謂的環境主義或環保主義 它跟女性主義大概都一樣 大概從1960年代左右興起 當然環境主義呢 主要一開始是在所謂的工業 工業比較先進的國家 工業先進的國家 開始出現所謂的環保主義 當然基本上呢 這是對於所謂的經濟發展的一種反思嘛 人跟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味的追求經濟發展 而犧牲了環境 犧牲了我們後代子孫的永續 能夠面對環境的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所以呢 環境主義的興起當然是對於 我們所說進入到後工業化時期 那麼的一種這個所謂的對於 經濟發展的一種這個反思 當然後來他們大力推動的一些理念 也無論是在制度層面 或者是在所謂的這個生活方式上 都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影響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說環境主義的影響 這半個世紀我們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說 一個是所謂的制度面 制度面是怎麼樣 就是非常的他們推動希望政府能夠重視 能夠成立專責機構來管制 比如說廢水的排放對不對 這個碳的排放等等 透過政府的公權力 來設立專門機構的這個管制 管制措施regulation 設立一些相關的法規來保護環境 當然這方面其實有重大的掌握 比如說最早的 各位看一下課本 這個154頁倒數最後一段 1970年全世界第一個環境保護的專責機構成立的 就是美國的EPA EPA是什麼 就是美國的環保署 這是一個政府的公權力成立的一個機構 用政府的公權力成立的正式的機構 來作為推動環境保護的專責機構 他們的努力有實際的成果 就是從1970年代看 其實1970年距離現在不遠 40年前而已 美國成立了EPA 成立了第一個環境保護署 來進行所謂的環境保護的一些管制 一些措施 當然這是一個很重大的進展 那當然後來很多國家也紛紛的成立了相關的機構 包含台灣 大概在20年前也成立了環保署 當然環保署這20年來的公過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至少有一個政府的機構 在環境保護上是專門成立來做這方面的工作的 那麼這是在所謂的管制 在所謂的這個制度上的一個努力 這是環保主義的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貢獻 另外事實上他們也推動了很多觀念 就是在落實在人的生活形態上 在消費的習慣上的一些改變 我想這一方面其實每一個人都受到影響 每一個人都受到影響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看課本這邊所提到的 就是主要是在所謂的consumption pattern 或者lifestyle 在所謂的消費的形式上 在生活的方式上很多的改變 我們用一些最淺顯的例子吧 大家都很清楚的 比如說在這個推動節能減碳 推動比如說大眾交通工具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已經漸漸接收這個概念了 不要一天到晚開汽車或是摩托車 改搭大眾捷運系統 改騎腳踏車 對不對 來減少廢棄的排放 這個已經越來越多人可以接受這種概念 我們現在看台灣的話 台灣其實這幾年來 不曉得各位的感覺怎麼樣 從小到大你們這幾年的感受 台灣目前腳踏車的使用的狀況 比過去大太多了 當然這也需要政府的管制的配合 比如說建立很多的腳踏車的專用步道啊 等等等等 當然相對的腳踏車的價格也越來越昂貴了 那麼 然後另外當然還有很多 比如說這是所說的 就使用交通工具上 當然很多國家像荷蘭 早就已經位為全民的一種風尚 那除此之外 比如說在生活形態上 當然我自己要檢討 比如說少吃肉 對不對 那麼多吃蔬果蔬菜啊等等 等等等等這些 其實這些環保主義者 所推動的這些 對於生活上的改變 其實已經在不同的國家 在很多生活上 真的影響到很多人的 實際的日常的生活 多使用骨類啊 蔬菜啊 取代肉類 然後在實際的政策上的話 推動比如說 多多使用風力 太陽能 來取代石油 取代燃煤 取代核能等等 這個都是環保主義者 所推動的非常多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政策 而最後呢其實 環保主義者除了我們說 除了推動制度上 這個有一個管制措施 推動生活形態上 人們生活方式的 消費形態的改變之外 事實上環保主義者 也非常強調 積極的投入許多 比如說組黨的工作 透過政黨 其實他們的政黨呢 每次選舉的話 基本上是一種 宣揚理念的工作 透過選舉來宣揚他們的理念 所以他們的 我們這個叫 以後我們會談的叫 Missionary Party 叫做所謂使命型政黨 而這樣的政黨呢 透過政黨 然後呢來參選 來宣揚他們的理念 那麼最成功的 就是德國的綠黨 德國綠黨是全世界第一個 大概 不算第一個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 早期成立的一個 所謂的環保主義的這樣政黨 他是在1980年就成立 那麼1980年成立的德國綠黨 是非常早成立的一個 專門推動環保的一個政黨 也是最為成功的 1980年德國的綠黨成立 而重要的是 他還曾經執政過 那麼他在1998到2002 德國的綠黨呢 在1998到2002 因為我們知道德國 德國是一個多黨政治 以後我們下一局會介紹 德國的話 從二次大戰結束完到現在 全部都是聯合內閣 沒有一次有一個政黨可以過半數 所以他每一次選舉完之後 就組成聯合內閣 現在梅克爾也是組成聯合內閣嘛 是右派的保守的聯合內閣 那在1998年那一次呢 是由德國的社民黨 我們介紹社民黨吧 社民黨那一次拿了最大的黨 那後來社民黨聯合了幾個小黨 包含綠黨在內 組成了所謂的左派的聯合內閣 而1998到2002 那是德國綠黨 也是全世界的綠黨 第一次有機會組成政府 然後呢 當時在大聯合內閣的 聯合內閣的談判裡面的話 德國綠黨還擔任了副總理 還有外交部部長 由德國綠黨人士出現出現 這不是不可能的 在德國曾經出現過 綠黨的人擔任副總理 還有外交部的部長 然後當然他們大力推動 所謂環保的概念等等 當然他們也做了一些讓步啦 比如說當時啦 在當時對於德國 因為綠黨一直主張 然後馬上要關掉核能廠 當時他們在這方面也做了讓步 做一些時間上的讓步 但是德國現在還是在推動這個方向就是了 所以德國綠黨也曾經入閣過 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 非常罕見的一種狀態 所以呢當然目前全世界從德國之外 歐洲大概普遍每個國家 大概都有green party都有綠黨 或者是ecology party叫所謂生態黨 台灣有沒有 台灣也有綠黨 台灣的綠黨是在1996年1月25號成立 我特別去查的 1996年其實還滿慢的 德國1980年就成立 台灣是1996年的1月25號 那當然目前為止綠黨還沒有人 獲得任何的公職人員的席次 上一次的五都選舉 上次的五都選舉的話德國 不是德國 台灣的綠黨也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推出了好幾位參選市議員 不過台灣綠黨很有趣 他每次都參選 我們說過他參選當然也不見得為了要當選 只是為了要推動理念 那麼可是上次選舉意外的 非常意外的 那幾位參選人得的票數還不少 變一次比一次多 我特別查了一下 2010年的市議員選舉 綠黨在台北市跟新北市參選的 總共有五位 最高的叫做王忠明 在新北市淡水區 竟然拿下了8000多票 拿下8000多票 那麼各位一位學長叫做潘漢生 對 他是台大政治系的 我們政治系什麼都玩 那麼君子不棄 現在潘漢生是綠黨主要的負責人 過去我們非常優秀的一位學長 那麼他也是一直推動環保運動 他是目前綠黨實際負責人 也是我們台大政治系的 我們政治系學生非常的多元化 那麼他們幾位參選也都有不錯的成績 如果說他們每次的在台灣的選舉裡面 各種市議員等選舉一次比一次多的話 我相信說不定不久將來 也可能有當選市議員的可能性 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呢 當然他們那次選舉的話很有趣 已經下個我一分鐘 他們強調的是第一個 他們沒有宣傳車 然後呢不插旗幟 然後呢不違法提前競選 三部政策 所以看不到綠黨的旗幟 看不到綠黨的宣傳車 然後呢我們知道 選舉日開跑之前 大家都已經選了不知道多久了 他們就堅持從這個 選舉日開始競選 然後最後還拿到不錯的成績 我覺得綠黨在台灣還是滿有前途的 好 這是我們等於所謂的環境主義在 這個目前全世界也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而在台灣目前也有不錯的一個 繼續努力的一個空間 好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就今天 就討論到這個地方 下個禮拜 我們會把這一張很快的 在第一小時做一個結束 然後進入到下一張關於國家的探討 好我們今天上到這邊下課